1882年7月 满清朝廷收到朝鲜王后敏菲的求救信 敏菲就是朝鲜的名称皇后 她是朝鲜王国当时实际的掌权者 敏菲派出使者向清廷求救 说朝鲜国内发生兵变 请求清廷派兵评判 是否应该出兵 清廷需要做出决策 自从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以来 东方的亚洲国家逐渐被打开国门 19世纪中后期的朝鲜 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一个亚洲的战略要地 对于日本来说 朝鲜是进入中国的跳板 侵略邻国获取资源发展自己 是日本在明治维近之后的基本国策 对于俄国来说 朝鲜意味着梦寐以求的进入太平洋的不动港 对于英国来说 遏制俄国侵占朝鲜 就是遏制俄国进入太平洋 对于中国来说 朝鲜是自己的藩属国 如果朝鲜不保 东北就会受到威胁 如果东北不保 京师就会受到威胁 所以不管谁侵占朝鲜 受到威胁的都是中国 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 保护朝鲜的安全是分内之事 从战略上讲 这也是中国必须要做的事 但是此时的满清政府 是真正的内容外患 接踵而来 太平天国之乱 碾军之乱 闪肝毁乱 新疆之乱 鸦片战争 中法战争 中国的战事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满清有限的国力 只能尽量的平衡 经过直立总督李鸿章的建议 清廷决定派出怀军将领吴长庆 作为朝鲜事务大臣 率领三千军队 进入汉城平乱 吴长庆率领三千怀军 登上了去往朝鲜的军舰 在这三千怀军之中 有一个23岁的年轻人 他将在未来的12年中 左右朝鲜的政局 斡旋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关系 乃至朝鲜和俄国、英国等列强的关系 这个年轻人就是袁世凯 1859年 袁世凯在河南相城出生 相城袁家是一个世家大祖 袁世凯的叔祖父袁家三 曾经熟理曹运总督 并且参加过平定太平天国 和平定免军的战争 他是怀军的重要将领 袁世凯的生父是袁宝中 叔父是袁宝庆 袁宝庆没有儿子 袁世凯小的时候就被过继给叔父做四子 袁宝庆曾经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 所以袁世凯从小就见惯了道光剑影 他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经常以武夫人 后来袁宝庆官知二品 任职江南道道台 江南道道台是个肥柴 袁世凯跟着叔父长大 耳濡目染的都是官场的逢营运作 他有这样的家族背景 只要用心读书 走上光明的仕途之路 必然不是问题 但是袁世凯科举并不顺利 两次相识都落榜了 1979年 袁世凯第二次落榜之后 他决定投笔从容 他把自己写过的诗文全部烧掉 并且说 大丈夫当孝命疆场 安内攘爱 岂能龌龊九困笔宴间 自无光阴 在当时的社会 通过科举获得功名 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袁世凯虽然两次都没有考中 但是他才21岁还很年轻 完全可以接着考 他放弃科举的举动 作为名家子弟来说 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断 袁世凯放弃科举之后 来到了山东登州 投奔他四父袁宝庆的 结拜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是怀军将领 他是李鸿章的人 他统帅庆军 驻房在山东登州 吴长庆对袁世凯十分照顾 让他做了庆军的营物处会吧 朝廷派吴长庆率领庆军到朝鲜平乱 袁世凯也跟着大军来到了朝鲜 朝鲜的局势要从高宗继位说起 1864年 朝鲜折宗去世 折宗没有儿子 新宣大院军的儿子李宰谎 被选为新的君王 就是朝鲜高宗 高宗继位时92岁 他的生父大院军设立国政 大院军设政时期 西方列强已经开始对朝鲜有所袭扰 大院军执行保守政策 闭关锁国 大院军执政十年之后 1873年 朝鲜王妃敏氏发动政变 将大院军赶下台 宣布高宗亲政 高宗昏庸懦弱 敏飞聪明机密 高宗亲政之后 敏飞是实际的掌权者 敏飞上台之后 扶持他的外戚掌管朝政大权 形成了敏飞集团 敏飞集团仿照中国的洋务运动 在朝鲜也开始了近代化改革 此时朝鲜的邻国日本 也已经完成了明治维新 日本的明治维新 实现了财政统一和国家的工业化 但同时造成了大量的武士失业 武士失业使得日本社会动乱 甚至威胁到了日本新政府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西乡龙胜为首的激进派 提出真函论 他主张出兵朝鲜掠夺资源 这样既可以解决武士失业的问题 又可以掠夺财富 但是日本的保守派认为实际未到 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持侵略朝鲜 1873年 由真函论引发了左鹤直乱 西乡龙胜等激进派官员下野 但是日本国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1875年 日本开始谋划侵略朝鲜 日本海军乘坐云阳号等三艘战舰 入侵朝鲜 史称江华岛事件 日本学习西方 要用武力打开朝鲜国门 日本侵略朝鲜 首先要探寻中国的态度 此时的清朝 西北新疆问题还没彻底解决 越南问题又跟法国关系紧张 没有办法兼顾朝鲜的局势 清廷选择不加干涉 日本在探知清廷的态度之后 对朝鲜的态度更加强硬 1876年 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之下 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江华条约 日本成功打开了朝鲜国门 获得了在朝鲜的贸易特权 同时日本也开始在朝鲜培养自己的势力 收买了很多的亲日派朝鲜官员 清廷虽然无暇顾及朝鲜的局势 但是李鸿章也深知日本的野心 李鸿章指导朝鲜 让朝鲜与英、法、美、德等国家都签订条约 让列强之间相互签制 敏飞集团正是朝鲜洋务运动的推动者 他们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1881年敏飞集团还创立了新式军队 这支新军聘请日本充当教官 日本趁机从各个方面渗透朝鲜 敏飞集团的很多官员都严重贪污 敏飞的开放和亲日引发了很多保守派的不满 尤其是敏飞集团组建的这支新军 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军饷上都比旧军高出很多 当时的旧军经常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士兵们怨声载道 1882年7月下旬 旧军士兵由于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响米 聚众喧哗 朝鲜宣会厅给旧军派发白米 但是这些米里面居然掺杂了大量的沙子和石子等物 愤怒的士兵举行了暴动 遭到敏飞打压多年的大院军趁机报复 他煽动暴乱的士兵 把克扣军饷的问题都算到敏飞集团和日本人身上 乱军袭击了敏飞集团官员的府邸 并且进攻王公 敏飞见势不妙 换装之后逃了出去 敏飞逃跑之后大院军重新掌权 乱军又杀了日本教官火烧日本使馆 日本驻朝公使花防一旨见势不妙连夜逃跑 搭乘英国军舰返回日本 敏飞派出使者向清廷求助 请求出兵协助平乱 花防一旨回到日本后请求日本出兵朝鲜 清廷派出怀军吴长庆率领庆军到朝鲜平乱 庆军一共6个营 3000人兵力 陆续抵达朝鲜半岛 吴长庆命令一个营的管带率领部队 首先登陆 那个管带不敢上岸 推托士兵运船 说要暂缓一天登陆 吴长庆一怒之驾 将这个管带搁职 让袁世凯代理管带 刚到朝鲜的袁世凯 就有了带兵的机会 庆军上岸之后 暗营扎寨 此时的怀军已经目气十足 士兵严重腐化 军纪涣散 士兵们骚扰岸上的居民 袁世凯发现之后 向吴长庆报告 说有士兵尖杀抢掠 吴长庆很生气 问道为什么不延办 袁世凯回答 已经延办了 说罢他乘上七个士兵的手机 吴长庆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袁世凯这么果断 反应过来之后 去夸赞他 说不愧是将门之后 庆军进入汉城之后 很多士兵都有抽鸦片的意 他们经常跑到朝鲜平民家 抽完了鸦片 还要调戏梁家妇女 影响极其恶劣 袁世凯每天到处走访 看到扰民的烟鬼兵 就拉出来就地正法 斩首示众 一帮兵匹联合起来闹事 仗着法不择重 以烟瘾过重 不能服役为理由 请求给遣散费回家 袁世凯怒了 他让人出去传话 说你们挨个到营帐里 来领遣散费吧 结果进来一个他绑一个 吴长庆听到消息后 震惊不已 他过来问袁世凯 说你真的要把他们都杀了吗 袁世凯镇定的说 如果加以示威 他们一定不敢继续 如果示弱 他们会蜂拥而至 我现在把他们都绑了 一个个审问 如果承认有烟瘾的 就都杀了 不承认的就都放了 杀了几个之后 其他人就都不敢认了 这一刻 庆军统领吴长庆 算是真正的认识了 袁世凯这个后起之秀 袁世凯当然不是一味的杀戮 他懂得恩威病实 对于士兵的伙食日用 袁世凯非常重视 下令必须充分攻击 遇到有生病的 他不顾是否会传染 都会亲自贪食 将心比心 士兵们有多乐于为他效命 而朝鲜的老百姓 对袁世凯更是感恩戴德 庆军在汉城站稳了脚跟 开始诱补大院军 吴长庆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 1882年8月 大院军到庆军回访 袁世凯设计将他的卫士 阻挡在了军营的外面 寒暄之后 大院军察觉出了立场 感觉到氛围不对 吴长庆不忍动手 正在愁愁之间 旁边的袁世凯大声说道 事情已经泄露 迟则生变 他果断命令手下 将大院军强行塞进轿子里 然后安排用船押往天津 诱补大院军之后 袁世凯尽交与党平定叛乱 迎回了敏飞 敏飞集团重新控制了朝政 在这场评判过程中 袁世凯立下大功 得到了李鸿章的垂青 备受于无品通知线 而敏飞对他更是感激和看重 邀请他为朝鲜训练新军 人武兵变中 清廷出兵帮助朝鲜评判 宗主国的威望提高了很多 日本也派兵来了 但是还没来得及动手 叛乱就被清军平定了 日本军队既然来了 当然要占些便宜 日本借口大使馆被烧的原因 强迫朝鲜签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纪无谱条约 这个条约使得日本获得了 在朝鲜驻兵的权利 日本在朝鲜驻军1000人 为了抗衡 清军就让吴长庆率领清军3000人 也驻扎在朝鲜 清朝虽然是朝鲜的宗主国 但是一直的宗旨 都是不干预朝鲜内政 这次驻军是清廷干预朝鲜内政的开始 这次事变的解决 使得部分朝鲜官员越来越依赖清朝的保护 主张依靠清朝保护的官员被称为士大党 还有另一派官员主张独立发展 他们被称为开化党 开化党中亲日派的官员比较多 随着中日两国在朝鲜竞争的加剧 士大党和开化党的对立也逐渐加深 由于在人武兵变中清军的强力保护 高宗和敏飞倾向于依赴清朝 所以朝鲜政府中士大党的官员占据主要位置 但随着日本对朝鲜的渗透 开化党逐渐接受了日本思想 变成了日本的带路党 他们不断影响朝鲜的政坛 并且寻找机会取代士大党官员的位置 袁世凯此时正在帮助朝鲜编练新军 他常年钻研操练的新德都派上了用场 他为朝鲜高宗编练了一支 由一千精锐组成的新军 这支新军标配来副枪和开化炮 用的都是最新的操练方法 这次练兵非常成功 也使袁世凯提高了在朝鲜军队中的违信 也是这次练兵的经验 让袁世凯日后回到国内有了编练新军的机会 1884年初 中法摩擦不断 战争一触即发 李鸿章命令吴长庆率领三个营 一千五百人撤回山东 防备法军从海上进攻 吴长庆走后 清军留在朝鲜的军队还剩三个营 分别由吴赵友 张光潜和袁世凯通侠 吴赵友和张光潜都是官军二品的大员 只有袁世凯是个刚晋升 无品贯贤的新人 袁世凯仅仅25岁就独自率领一营 可以说升职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他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 也的确令人佩服 看到清军兵力大减 日本人和开化党觉得有机可乘 他们引入日本军队发动了政变 史称假深政变 1884年12月4日 朝鲜邮政大楼建成 为了庆祝 邮局总办邀请朝鲜大臣和各国外交官 都来参加庆祝宴会 其中日本公使竹田晋一郎以生病为借口 没来参加 宴会开始后不久 开化党在庭外送火 大家都出来查看情况 开化党趁乱杀害了师大党的几个重要大臣 他们派人入宫 谎称清军作乱 恐吓高宗和敏飞 让高宗写下向日本求助的书信 开化党拿着书信来到日本使馆 日本公使竹田晋一郎立刻出兵 带领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公 高宗和敏飞被迁往井右宫遭到软禁 开化党宣召亲近中国的朝鲜大臣 进来一个处死一个 同时他们逼迫高宗任命开化党集团的首脑 担任朝鲜要职 第二天上午开化党通告天下 宣布新成立的政府班子 清军在得到消息之后 袁世凯非常愤怒 他要带兵攻入朝鲜王公 解救高宗 而吴赵友和张光潜态度谨慎 他们主张要先请示李鸿章 然后再做打算 袁世凯说请示可以 但是不能等回复了 他说请示的信函 就算八百里加急送到李鸿章手里 李鸿章还要上报朝廷 朝廷讨论批复之后 批复的信函再八百里加急送回朝鲜 到时候朝鲜的叛党早就稳定局势 亲近清廷的官员也会被屠戮殆尽 但是吴赵友和张光潜依然不动 他们要求按流程走 说不能现调戏和日本的争端 袁世凯说 如果因为调戏争端而获罪 由我一人承担绝不牵连二位 吴赵友和张光潜这才勉强答应出兵 他们约好兵分三路攻打朝鲜王宫 袁世凯率领自己的部队和他在朝鲜边领的新军作为中路 吴赵友张光潜的部队作为左路和右路 袁世凯刚刚到朝鲜王宫门外 就遭到宫内守军密集的获利射击 袁世凯下令还击 双方展开激战 清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优势 但是叛军和日军已经占领了宫中的游历地势 因此清军伤枉严重 袁世凯奋勇当先 带领部队往前冲 不久之后吴赵友的部队竟然溃散 而张光潜也畏缩不前 只剩袁世凯的队伍还在战斗 袁世凯却越战越勇 他平时治军有防 他训练的朝鲜新军也发挥了作用 夜幕降临时 汉军终于抵挡不住清军的攻势 彻底崩溃 袁世凯救出高宗将乱党处死 竹田禁一郎逃回日本 日本使馆被愤怒的朝鲜民众分会 持续三天的假身政变 被清军彻底粉碎 李鸿章先是接到了假身政变的报告 非常震惊 只隔两天 他就收到了叛乱被平定的报告 看了详细报告 李鸿章对袁世凯非常赞赏 袁世凯在朝鲜国内也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不过袁世凯评判的事迹 在国际上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日本说是袁世凯首先挑起了战断 要求严惩袁世凯 日本国内的激进派甚至主张跟清朝开战 正在与中国交战的法国 趁机鼓吹法日同盟 密谋让日本和法国一起对付中国 俄国和美国一直怂恿朝鲜独立 他们也在暗地里鼓动日本对中国强硬 鉴于这种国际形势 清朝很多官员纷纷指责袁世凯擅自挑起战断 一时间弹劾袁世凯的奏章铺天盖地 而袁世凯的同僚 吴赵友和张光潜因为嫉妒他的功劳 又恨他平日专断跋扈 也向李鸿章告状 李鸿章爱惜袁世凯是个人才 而且非常赞赏他对这次事件的处理 所以李鸿章对袁世凯极力维护 袁世凯看到这个情况 主动向李鸿章提出告假 回乡探望母亲 李鸿章对于他这个主动推让的举动 更是欣赏准许他回国休息一段时间 1885年 日本首相伊藤伯文来到天津 他与李鸿章就假身政变展开谈谈 这次事件明明是日方挑起的 但是他们却趁着中法战争的时机 来提无理要求 日方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 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 第二 抚恤事变中受到损失的日本人 第三 清军撤出朝鲜 第一条 惩办清军将领主要是冲着袁世凯来的 明明是日方先挑衅 现在却硬说是清军挑起事端 对于这条 李鸿章态度强硬 坚决不同意惩处袁世凯 第二条 赔钱 对于赔钱 清军一向都是大方的 答应赔偿 第三条 清军撤出朝鲜 这条才是日本来谈判的主要目的 在李鸿章的谈判之下 最后双方打成共识 清朝和日本都不在朝鲜驻军 日后如果哪方向朝鲜派兵 必须相互照之对方 这就是清军和日本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 这个条约表面看起来是个平等条约 但清廷却是吃了亏的 明明清朝是朝鲜的宗主国 清朝是否向朝鲜派兵 跟日本有什么关系 现在清朝却答应和日本一起撤军 而且以后出兵还要通知日本 这就等于变相承认了 朝鲜和日本有关系了 这个条款的签订 为九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清军和日军都从朝鲜撤出了 这时俄国抓住机会渗透朝鲜政府 一个人跳出来为朝鲜牵线搭桥 这个人叫穆林德 穆林德本来是李鸿章派到朝鲜的官员 谁知他竟然给俄国和朝鲜牵线搭桥 穆林德说俄国愿意对朝鲜进行保护 朝鲜和俄国经过几次交涉 达成了一份朝俄秘约 朝鲜和俄国的秘密外交被蜻蜓发现了 他们的秘密外交被公主于世 英国一直与俄国为敌 他们担心俄国海军从朝鲜南下 英国抢先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 日本也坐不住了 朝鲜本来是自己的猎物 现在却被俄国占了先机 如果俄国吞并了朝鲜 日本将受到巨大威胁 日本希望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 加强对朝鲜的用人权和行政权的控制 罢免穆林德 英国也鼓励清廷对朝鲜施加压力 取消和俄国的约定 清廷决定派出使臣 对朝鲜的内政进行管理 李鸿章想到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袁世凯 在李鸿章的举荐下 1885年10月 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 总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 其实就是清廷派出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26岁的袁世凯 重新回到了朝鲜汉城 为了抑制朝鲜亲俄派的势力 袁世凯还带回了 一直软禁在天津的朝鲜大院军 袁世凯来到朝鲜后 立刻着手粉碎朝鲜的亲俄计划 袁世凯掐断了朝鲜和俄国的电报线 阻止两国继续联络 同时他伪造了一封 清朝派重兵开赴朝鲜的电报 恐吓朝鲜王室 他对朝鲜王室说 中国对朝鲜是仁至义尽 你们亲近俄国的举动 明显是背叛行为 这可是你们先背叛的 听朝上国发起怒来 不要怪我没提醒 朝鲜被袁世凯的操作 吓得上下阵控 乱作一团 朝鲜高宗失口否认 与俄国有联系 并且他也确实中断了 与俄国的联系 俄国看到中国保护朝鲜的决心 也担心英国和中国 联合到一起对付自己 他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 俄国联合英国 向中国作出保证 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两国不会侵占朝鲜领土 英军也就此撤出据文岛 朝鲜和俄国密约的事件 就此被袁世凯粉碎 但是由于这次 袁世凯的强硬态度 导致朝鲜和清朝的裂痕 也越来越大 朝鲜越来越希望独立自主 袁世凯自从1885年 在朝鲜任职以来 为了维护清朝的宗主权 他将朝鲜的内政 外交 经济 军事 都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成为了朝鲜的太上皇 再加上他为人跋扈 经常直接闯入皇宫 向朝鲜君王问责 这使得朝鲜君臣都难以忍受 但是袁世凯的做法 却做到了把朝鲜牢牢地 把握在清朝手中 其他国家都没法染指 日本和西方列强 试图在朝鲜通商 开矿 租订土地和修建铁路的计划 都被袁世凯破坏 朝鲜所有的近代化建设 都是袁世凯的管理 正是因为如此 朝鲜王室几次派人到天津 要求撤换袁世凯 李鸿章都断然拒绝 1894年3月 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 东学党本来是个宗教群体 最开始是为了对抗基督教等 西学入侵成立的 后来东学党发展成 朝鲜农民起义的带头人 规模越来越大 威胁到朝鲜的政权 这是日本期盼已久的良极 日本暗示清朝 应该派兵帮助朝鲜平乱 日本不会出兵干涉 袁世凯认为 清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 应该出兵帮助朝鲜平乱 他便鼓励朝鲜政府 向清朝借兵 1894年6月3日 朝鲜政府正式发文 向清朝求救 李鸿章派直立总督叶志超 太原镇总兵聂士成 率领怀军1500人 从陆路进入朝鲜 协助平乱 同时用命令水师提督 丁汝昌 率领纪远杨威两艘战舰 前往仁川援护 当然按照约定 清政府也将出兵的事 召职了日本 日本得到召会 一改开始说不出兵的态度 开始分别向朝鲜发兵 到达朝鲜的日军 居然达到了8000人 这时朝鲜政府和东学党 看到事情闹大 他们双方内部和解了 朝鲜政府对袁世凯说 请求清军撤离 清军撤离了 日本自然也应该撤军 清廷同意了朝鲜的撤军请求 但是日本却拒绝撤军 日本等待这个机会 已经很久了 他们寻找可以不撤军的理由 日本要求清朝和自己一起 为朝鲜改革内政 但是遭到了清廷的拒绝 此后日本单方面向朝鲜施压 要求朝鲜改革内政 否则将动用武力 看朝鲜政府没有回应 日本动手了 日本武力攻占了朝鲜盟工 推翻了敏事集团 成立了亲日的内阁 在日本的控制下 朝鲜新政府废除了与清朝的一切条约 改变东亚格局的家务战争即将爆发 袁世凯看到势头不妙 已经在四天前欲装打扮坐船离开了朝鲜 昔日风光无限的朝鲜监国 如今却黯然离去 但是袁世凯在朝鲜12年的政绩 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 袁世凯经过清廷的同意回到了国内 袁世凯到达天津之后向李鸿章报道 但是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得到重用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 李鸿章给袁世凯派了一个差事 让他去上海关外帮办营物 负责向前线转送军需物资等食物 在战争期间 袁世凯既没有在前线和敌人交锋 也没有在李鸿章的身边出谋划策 可以说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 袁世凯因为不在重要岗位 所以没有突出表现 随着甲午战争的战败 马关条约的签订 李鸿章的权势也已经是昨日黄花 他所有重要的职务都被采掉 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室的虚险 袁世凯也只好请假回河南省亲 然而袁世凯在河南省亲的时间并不长 1895年6月 河南地方衙门接到清廷紧急命令 传袁世凯迅吉来京 交吏部带领引舰 按照清廷的惯例 凡是皇帝颁布指令 要带领某人引舰 这就意味着这位被引舰的官员 一定是事先被某位重要的官员保健 皇帝采拿之后 才会有这样紧急指令下发到省 那么 向清廷保健袁世凯的会是谁呢 关于在袁世凯回国以后 他在朝廷中走门路 拉关系有很多种说法 甚至有人说袁世凯背叛了李鸿章 投奔了他的政敌李鸿枣汪通河等人 关于这些说法的争议也有很多 这次保健袁世凯的人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 秘宝袁世凯片 专家们进行了分析 在奏片中 上奏者向皇帝宝座的袁世凯 并给出了很高评价 但是这个奏片与原奏者分离 既没有日期 也没有作者 专家根据奏片的文字内容判定 这个奏片的作者是两江总督 乡军领袖刘坤一 在甲午战争中 刘坤一在怀军一败涂地的情况下 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 所有官内外的各军都归他写之 袁世凯此时正在官外前敌营物处 负责转运事宜 就在这个时候 袁世凯和刘坤一有了交往 虽然两人交往时间不长 但是刘坤一对袁世凯印象非常好 他城上的奏折里说袁世凯 胆识悠长 性情中毒 办事皆有条理 认为他是方面中出色之源 可见袁世凯给刘坤一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 战事已定 刘坤一向朝廷冲上奏折 辞去差事 同时向皇帝保健了袁世凯 很多人都说袁世凯得到练兵权 主要是靠搞关系和政治手段 其实政治手段是辅助 袁世凯能取得练兵权 主要原因还是他在练兵上的才华 得到了清廷的赏识 1895年6月 光绪皇帝根据刘坤一的保健 召见了袁世凯 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 问了他很多关于变法和练兵方面的问题 袁世凯奏对得体 关于变法他堪堪而谈 对练兵更是滔滔不绝 袁世凯对西方各国军队的最新操练方法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还有实际跟日军作战的经验 可谓非常治病 袁世凯的陈述打动了光绪 召见结束之后 光绪命令袁世凯将他的思想写成调臣 呈上来 袁世凯精心撰写 尊奉面玉仅你调臣事件善者 称交给光绪 调臣一共有一万三千多字 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内容 其中军事改革的思想非常的全面 周到细致 这也是后来小战练兵的指导思想 在袁世凯的调臣中 关于练兵的部分主要有十二条意见 其中主要的思想有以下五点 第一点 袁世凯建议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 但是并不把练兵的大权交给德国教练 避免军权旁落外人 在同一时期张之洞编练的自降军 把训练权和统帅权都交给了德国军官 中国军人只担任副职 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军官专横跋扈的局面 跟张之洞相比 袁世凯的方法既有效又现实 在新建陆军中 袁世凯始终掌握着军队的统帅权 德国军官都对他为命是从 第二点 他建议给士兵增加军饷 他说原来军制中的士兵 之所以弊端丛生 是因为军饷太少 这支新军不仅要增加军饷 而且还要杜绝苛扣 关于这一点 袁世凯在后来练兵的时候 他落实的很彻底 他亲自把军饷发给每一个士兵 不让中间官员苛扣 第三点 培养新式将领 这一点 袁世凯在后来练兵的时候 也贯彻落实 1902年 袁世凯派出55名学生 到日本学习军事 第四点 练兵既要重视练技艺 又要重视思想教育 袁世凯的思想教育 包含忠于国家 保卫国民等核心思想 也包括对他军令的绝对服从 袁世凯在小战练兵时 编写了练兵歌 让士兵们念诵 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五点 装备新式武器 不仅武器要最新的 和军事有关的辅助器械 也要配备齐全 比如说 德律峰 赵远登 千里静等 通过这次在朝廷上的对奏和调陈 袁世凯给了慈禧和光绪 很好的印象 在不久之后 他就被派到都军处任职 清廷命令张志栋在吴松练自强军 胡玉芬在天津小战练定武军 不久之后 胡玉芬调职 1895年12月 光绪皇帝下旨 任命袁世凯接替胡玉芬练兵 边练新建陆军 小战叫新农镇 位于天津城南七十里 在天津和大谷之间 原来这里是怀军将领 周圣波周圣传兄弟的圣军营地 甲午战争中 圣军溃败 迎方闲置 定武军由马场迁到这里 刚刚安顿下来 1895年12月16日 袁世凯到达小战 正式接连新军 袁世凯接连新军之后 他对定武军进行了严格的测试 不可格的全部淘汰 然后他重新募兵 对新兵的筛选非常严格 他对军官和教官的选择 更是非常谨慎 他开放思想 要选择既懂西方军事理论 又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 袁世凯选择教官的主要途径 是招聘外国教官 以德国教官为主 袁世凯招聘军官的途径 主要是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优秀毕业生都招揽进来 天津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 十年中武备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军事人才 但是这批人才在乡军和怀疑军中并没有得到重用 袁世凯敞开大门 把大批优秀的武备学堂毕业生都招揽进来 并且唯以重任 后来号称北洋三杰的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章 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 还有在民国期间著名的曹坤、陆建章、李淳、陆光源等 也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 这批陆军军校的青年军官 构成了新建陆军军官的主体 袁世凯还开创性地创建了 即步兵、马兵、炮兵、弓兵、自重等各兵种于一体的合成军制 这个军制与西方各国的军制接轨 新军使用的武器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炮兵装备德国克鲁伯炮 步兵使用的是曼夏利步枪 骑兵使用的是曼夏利马枪和战刀 军官一律佩戴六枪左轮手枪和佩刀 袁世凯还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军规军纪 小战的练兵非常严酷 很多士兵都忍受不了 逃亡的事情经常有发生 按照军纪逃兵是要斩首的 对相关军官的处罚也很严厉 有一次 袁世凯在观看野战演习之后 他很不满意 立即将带兵的高级军官将领 封国章、曹坤等十多人都进行了处罚 相对的 袁世凯的奖励机制也很丰厚 对于在练兵中有突出成绩的官兵 袁世凯都给予丰厚的奖赏 袁世凯曾经向张志栋介绍自己的练兵经验 他说 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 其实也简单 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 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 一手拿着刀 服从就有官有钱 不服从就吃刀 他对军纪的执行毫不手软 袁世凯对军官士兵的教育非常重视 他设立了很多随营学堂 比如炮兵学堂 步兵学堂 骑兵学堂 德文学堂等 随营学堂培养了很多人才 这些人才很多都成为了民国后期的主要政治军事人物 袁世凯对这支新军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经过短短三年的训练 练兵已经大有成效 兵部尚书荣禄 在1896年 赤察过这支军队 他对袁世凯的练兵非常称赞 英国海军司令贝斯福 1898年10月 对新建陆军也进行过考察 他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贝斯福说 袁世凯训练的这支军队 是中国最有名望之兵 按照西方标准来看 是整个帝国中唯一装备完整的军队 小战练兵 从1895年12月 到1899年12月 到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为止 整整四年期间 练出了七千人规模的新建陆军 这支军队名义上是清朝的军队 也是倾庭在出前 但是袁世凯在练兵中 特别注意向官兵施加他的个人影响力 使得这支军队在性质上 逐渐变成了他的四任军队 同时他在小战期间 形成了自己的班底 袁世凯的小战班底 就是后来北洋军事集团中的骨干力量 小战班底由文武两部分组成 文职的官员有徐世昌 田文烈 阮中书等 武职的干部有段祺瑞 冯国章 王世珍 曹坤 陆建章 段志贵 张勋等 唐绍仪也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重要班底 但是唐绍仪是袁世凯在朝鲜时候的班底 并不是小战期间的 小战班底有着非常强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 一方面来源于袁世凯的领袖魅力 另一方面来源于袁世凯对成员的竭力笼络 袁世凯对待班底成员 有的用亲情友谊 有的用物质利益 有的用官职晋升 使得小战的班底都对他感恩戴德 甘心为他效力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 曾经谈到过一个故事 他说小战班底阮中书 在天津的一个妓院里面 认识了一个妓女 想纳为妾 当他征求袁世凯的意见的时候 袁世凯在明面上对他加以否决 说有爱军队荣誉 但是事后 袁世凯却暗地里 把这个妓女赎回来 为阮中书做好了一切的允许准备 给阮中书一个惊喜 帮他办了这个事 这是阮中书万万没有想到的 所以阮中书对袁世凯一直都很忠心 在四年的小战练兵期间 袁世凯和小战班底 结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当然对小战班底成员最大的吸引力 还是政治前途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直立总督之后 他利用一切机会 不断地将小战班底层层提拔 使他们成为了清政府的各级官员 在袁世凯的体系之下 小战班底很多都成为了 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就在袁世凯全心致力于小战练兵时期 清廷的政治形势也风起云涌 戊虚变法开始了 袁世凯也被卷入了这场狂风暴雨之中 1898年6月16日 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 任命他为总理衙门张经筹备变法 当时光绪皇帝刚刚勤政 所有的政权实际上都还把握在慈禧太后手里 光绪收到的所有奏折都会拿给慈禧审阅 所以对于变法 在一开始词曲的态度是默许的 戊虚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 要把西方的政体引入中国 但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政治都非常不成熟 光绪以为只要自己亲政了 他就能号令群臣 就能畅通无阻了 康有为更是个理想主义的书生 完全没有从政经验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举动非常轻率 在戊虚变法的103天之内 他们一共发布了200多道改革相关的圣旨 中国这么大的体量 改一条政令通常都得在一些省份先试运行 试运行成功之后再推广到其他省份 他这么多道密集的指令一起下发 实施起来一定会虚途不服 比如说废除科举 引发了全国学子的强烈抗议 学子们一辈子辛苦读书 都指望着靠去功名呢 废除科举 等于一下子把他们改变命运的仕途之路 都堵死了 他们聚集起来强烈抗议 再比如说裁撤大理寺 红卢寺等冗余的行政机构 这是动了朝廷实权官员的利益 尤其是满人官员 这使得大量的官员都加入了保守派 强烈抵制变法 光绪皇帝的很多圣旨发下去之后 都无法实施 不得不终止 他再重新下发圣旨 有一些圣旨甚至都还没传到基层 紧接着推翻的圣旨又发下来了 搞得朝廷上下怨声哉道 康有为还建议迁都捡辫子 改穿西装 这些更是引起了满人的抗拒 谭四同提出的想法更是夸张 他提出要把新疆卖给俄国 把西藏卖给英国 卖来的钱用来支付 甲午战争的欠款和改革经济 他跟新疆和西藏又大又远 使我国的累赘不如卖掉 他甚至认为蒙古青海也毫无利于中国 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在户序变法期间 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也来到了中国 当时康有为变法说的阻力 他是亲日派 他跟光旭提出应该聘请伊藤博文作为改革顾问 伊藤博文提出建议 说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英、美、中、日、合邦 一起管理政务 这是要把中国的军事、财税、外交等大权 都交于外国人之手 变法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动了清廷的根基 慈禧太后终于坐不住了 1898年9月19日 慈禧从颐和园回到了紫禁城 发动了政变 结束了户序变法 在这次变法的过程中 袁世凯参与了什么呢 袁世凯在一开始是赞成改革的 1895年 袁世凯在给光旭的调陈中 也提到过改革 而且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改革方案 1895年 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枪学会 袁世凯还加入了枪学会 并且出钱资助枪学会 有人认为这是康有为在拉拢袁世凯 因为康有为在政治上 除了有皇帝的信任 完全没有自己的根基 他拉拢袁世凯就等于有了军队 这是真正的实力 但是袁世凯支持改革 并不等于他要加入变法 在变法的前期 袁世凯距离北京的中央政府很远 他是没有参与其中的 变法开始之后 翁同和被罢免 直立总督王文绍被召到北京 接替了翁同和的职位 空出来的直立总督由荣禄代理 荣禄到天津就职 这就意味着荣禄有了当地的指挥权 在天津小战练兵的袁世凯 自然也成为了荣禄的手下 荣禄是慈禧的人 从这个人事调动就能看出来 就是慈禧在布局 慈禧为了防止变法可能带来的动荡 提前把军权都交给了自己人 对袁世凯来说 他一直跟荣禄关系很好 荣禄当他的顶头上司 当然是件好事 康有为对于袁世凯的拉拢 可以说是相当勉强的 袁世凯跟荣禄的关系 远比和康有为的关系要亲密得多 在变法冲突加剧的时候 光绪听从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 召见袁世凯 想要拉拢袁世凯到自己的阵营 1898年9月16日 光绪召见袁世凯 面谈后 他把袁世凯破格提拔 胜任为士郎后补 两天之后 9月18日 荣禄发来电报 命令袁世凯送回天津 就在这天夜里 谭世凯来到了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 根据袁世凯日记的记载 谭世凯跟袁世凯说 慈禧要连同荣禄废除光绪皇帝 并且说 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秦王 诛杀荣禄 并且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 9月20日 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 召见之后 袁世凯回到了天津 有资料说 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 把谭世凯说的政变的消息 告诉了荣禄 导致慈禧有了准备 康有为等人的政变失败 这种说法是说 袁世凯答应了 谭世凯和光绪皇帝 一起参与政变 后来袁世凯又反悔了 临阵倒戈 倒戈到了慈禧太后一边 实际上说 袁世凯高密有很多的疑点 后来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方案 认为袁世凯并没有主动高密 如果袁世凯高密 谭世凯作为劝袁世凯 劫持或杀掉慈禧的人 肯定是罪不可涉 但是尚狱中只是要求 捉拿康有为和抗广人 并没有下令逮捕谭思同 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 袁世凯9月20日 抵达天津的时候 已经是日落 赶到荣禄府的时间 已经是夜里 即使当时高密 以当时的条件 荣禄也没有办法赶回北京布置 而在政变当天 慈禧和荣禄早就已经有了 部署和防备 根据袁世凯的亲信 张一林写的《新太平市集》 和荣禄的亲信 陈奎龙写的《孟娇亭杂记》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 9月21日晚 袁世凯听到杨崇一 从北京带来了政变的消息 袁世凯为了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 于是将情况告诉了荣禄 他并不是主动高密 在慈禧太后陆续抓了犯人之后 袁世凯向荣禄的报告 应该是使慈禧得到了确凿的证据 在这场政变的风波之中 袁世凯虽然没有主动参与 但是由于他手握兵权 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夹在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 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袁世凯显然选择了慈禧太后 但是如果他主动去高密 来揭发皇帝的密谋 恐怕就会遭到朝廷上下 所有人的唾弃 他在事发之后再报告 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这可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最优的解决方案了 这也体现了袁世凯的治谋 这次的选择 使得袁世凯得到了 进一步被重用的机会 1899年 一个叫义和全的民电组织 在山东兴起 他们喊着口号 在山东杀洋人烧教堂 义和全在一开始 只是因为中国百姓和洋人教会 其冲突而闹事 后来他们形成了 专门杀洋人的组织 形成组织之后 他们害怕官府捉拿 就把旗号改成了浮情灭洋 这表示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民起义 他们不反清 只是灭洋 灭洋也是为了服刑 在当时山东的地界 德国刚刚占领了交州湾 日本和英国对山东也虎视眈眈 山东巡抚欲嫌 对洋人没什么好感 他在一定程度上 对义和全的全民比较纵容 他想利用全民的力量 和外国势力相抗衡 义和全组织的兴起 还是跟交案有关 当时在地方上 老百姓和洋人最大的冲突 就是与教会的冲突 称之为教案 那要说教案 就需要从鸦片战争说起 关于鸦片战争 清廷在战败之后 跟英法签订了条约 条约中有一项规定 就是英法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 而且清廷有义务给予保护 从此之后 很多外国传教士 就开始到中国各地传教 而且英法两国还享有制外法权 制外法权就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在中国犯罪 要由他们自己人审理 不能由清廷审理 西方宗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差异很大 在传教的过程中 由于双方彼此的不理解 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冲突 不仅洋人传教士跟中国百姓会起冲突 中国的教民也会和当地百姓起冲突 那在有争议的时候 他们告到官府 外国传教士又享受制外法权 他们不但自己不受官府管辖 就连底下信教的中国教民都享有特权 这样在民间老百姓看起来 就是清廷的官府偏袒洋人 偏袒信教的教民 于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仇视教会 最终就发生了暴力事件 那老百姓们聚集起来围攻教堂 杀害传教士的事件屡见不鲜 这也是各地清廷官员最难处理的事情 负责处理的官员经常两边得罪 一边被外国公使威胁恐吓 一边又被老百姓骂为卖国贼 那地方官府一般处理的方法 都是给洋人赔好话 杀死一些闹事的民众 并且赔钱了事 这就是教案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到1900年更子国难为止 中国一共发生了400多件教案 那一般的教案 都是一些情绪激动的老百姓 一哄而上围攻教堂 没有成型的组织 煽动这次的议和拳 是由民间帮派组织的 山东巡抚玉贤一看 这些权民跟已访的土匪不一样 不反清只杀洋人 就想把他们招安 作为震慑洋人的一股势力 于是他就主张把权勇改成民团 把义和权改为义和团 权和团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是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民团是团链 是民间保卫地方的武装力量 这就有半官方的性质了 由于预贤对义和团的纵容 义和团运动就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一开始是烧教堂杀洋人 后来变成了凡是跟洋人有关的都要反 他们称洋人为大毛子 称中国教民为二毛子 称跟洋人有关系往来的叫三毛子 还有四毛子五毛子 一直到十毛子 大毛子和二毛子都是要格杀无论的 其他的一般是抢劫和殴打 不光是洋人 所有跟洋人有关的事物都必须烧掉 就像他们在口号里面说的 拆铁路拔线杆可见毁坏火轮船 中国好不容易搞了几十年的洋物运动 这下子铁路电线轮船全给毁了 那义和团为什么能这么迅速的吸收这么多人呢 因为他们带有很强的迷信色彩 那底层老百姓都很信这一套 比如他们说 天无雨地交干只因教堂止住天 就当时碰上很多自然灾害 他们说老天不下雨土地干旱 老百姓吃不上饭 这些都是因为洋教堂害的 那生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栋真神仙 所以我们要把各路神仙都请下来 那把神仙请下来干什么呢 请下来教我们神权 教我们刀畅不入 我们就能去杀洋鬼子了 把洋鬼子都杀完 大清就可以一统核山了 带有迷信色彩的义和团越闹越大 这时候洋人可就不干了 洋人表示强烈的不骂 1899年的冬天 美国公使康格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 要求清政府把御贤撤职 总理衙门不敢得罪康格 于是奏醒太后把御贤撤职 御贤被撤职之后 朝廷命令袁世凯接任山东巡赋 这时候的袁世凯还在天津小战练兵 在戊戌变法之后 慈禧命令京津一带的四支陆军都归荣禄节制 这四支陆军分别是宋庆率领的义军 董福祥率领的甘军 聂世诚率领的武义军 袁世凯率领的新建陆军 荣禄为了使各军连成一器 设立了五位军 荣禄为总统 聂世诚军为五位前军 董福祥军为五位后军 宋庆军为五位左军 袁世凯军为五位右军 另外组建一支五位中军 由荣禄亲自管辖 各军名号改变 驻地不变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五位右军 在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这支五位右军 也迁移到了山东驻扎 这时候的山东并不太平 内有义和团运动 外有德国忽视眈眈 德国在1897年出兵强占娇州湾 之后与清廷签订了租界条约 1899年 德国又加紧了对内地的渗透 不断地侵扰日照新州 也正是因为这次德国入侵的危机 让清廷派袁世凯率领军队开赴山东 袁世凯率领军队入驻山东 名义上是弹压匪类保护教民 实际上是去遏制 德国向山东内地的进发 袁世凯在到达山东之后 先是对山东原有的勇营进行了整顿 山东原有的勇营有34队 他们已经腐朽不堪 袁世凯对这些勇营进行了改造 裁掉的一部分留下了可用的二十营 他把这二十营编练出一支新军 起名为五威右军先锋队 这时候的袁世凯拥有了五威右军和五威右军先锋队 军事实力得到了增强 袁世凯既要抵御外敌 又要解决山东内部矛盾 在抵御外敌方面 袁世凯为了遏制德国对山东的进一步侵战 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 德国以教州湾为侵略山东的席地 设立了德军总部和行政机关 袁世凯认为 遏制德国的重点在青州 他把五威右军总部设在了青州 并且调拨步兵和炮兵五队驻扎在围线 调拨马兵和步兵各一队驻扎在高密 调拨步兵两营驻扎在新州下面的举线 控制日照 同时他把五威右军先锋队驻扎在济南附近 作为接应四方的机动部队 袁世凯布置的防御体系彼此间都可以相互联络 相互生缘 遏制了德国可能进犯的所有路线 在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期间 德军没有对山东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固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不得不说 袁世凯的驻军和他的步防 对德军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在处理伊和团运动方面 袁世凯将便利选择 他选择是应该脚呢还是应该斧呢 那袁世凯认为 不论是脚还是斧 都是在治标不是在治本 他要治本就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那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问题的根源是交案 每当发生交案的问题时 清政府不能公平的处理 这才导致矛盾扩大 出现类似义和团的组织 对于解决交案问题 袁世凯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地方政府颁布政令 申明主张 对中国的教民和百姓产生的矛盾 政府在审理时 只分是非取值 不分教民还是百姓 而且坚决不允许外国传教士 干预清廷的诉讼过程 如果外国传教士 有不安分的 也会列出证据 让外国人的上司承办处理 那袁世凯按照这个方法 审理了几个案件 碰到洋人袒护教民的时候 他都具体力争 坚持我方独立审理的原则 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 他已经跟西方各国领事 打过很多年交道 非常懂得外交的方式 在他遇到冲突的时候 他不像一般清廷的官员 一般清廷的官员可能会屈服 也可能会强烈反抗 袁世凯呢 他不屈从于外国的压力 有理有利有节的 与外国领事进行斗争 外国领事反倒会敬重他 从而根据双方的阅章办理案件 在这个原则下 袁世凯把山东的交案 基本都解决了 对于义和团 袁世凯当然不信他们刀枪不入那一套 他认为利用义和团震慑外国势力 简直就是无忌之谈 他认为义和团必须要剿灭 但这时候清廷上层的决策 却已经经过了反复的犹豫的过程 1900年6月份之前 朝廷倾向于剿府兼施 6月份之后 朝廷的倾向是以府为主 甚至将义和团改为官团 玉贤在出任山东勋府的时候 也是剿府兼施 但是他是以府为主 比较符合朝廷上层的意思 袁世凯跟玉贤不一样 他有自己的判断 袁世凯是在6月份之前 服从朝廷的意图 剿府兼施 但实际上他是以脚为主 只不过他动手比较轻 只抓匪手 逼迫义和团解散或者流窜 在6月份以后 袁世凯的做法完全与朝廷背道而驰 他坚决镇压义和团 那袁世凯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因为他认为 如果纵容义和团发展 整个山东都会糜烂下去 京城的决策 虽然是利用义和团杀羊人 但是他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所以他坚持自己的做法 强力镇压 在袁世凯的强力镇压下 义和团在山东很快就受不了了 逃窜到了直立地区 最后进入了北京 对于袁世凯的做法 在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第一个阶段是他利用新式军队 强力镇压义和团的时候 遭到了义和团强烈的仇恨 当时在山东流行杀了冤别旦 我们好吃饭的谚语 但是当他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之后 山东很快就恢复安宁了 也有很多人称赞袁世凯的做法 尤其是当义和团进入直立以后 天津河北北京都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当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天津北京之后 战争一开更是民不聊生 很多北京天津的官身都到济南来避难 济南简直就是当时的人间乐土 那山东的经济也增长了很多 这时候赞美袁世凯保护一方的人就更多了 在当时跟袁世凯处于同样境地的有两个官员 一个是直立总督玉露 另外一个是山西巡抚玉贤 玉露听从朝廷的命令 对义和团进行先较后辅 可是到了后来 他完全控制不了天津的局面 当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 他又奉命联合义和团反抗联军 结果战败自杀 另外一个是山西巡抚玉贤 玉贤在从山东巡抚调职之后 又出任了山西巡抚 他在山西同样支持义和团杀洋人 在战后预先被八国联军指控为祸首 结果被处死 袁世凯的选择不仅保存了山东 也保护了他自己 在戊戌变法结束之后 光绪皇帝被慈禧转禁 慈禧开始训政 由于西方列强是支持卫星变法的 他们的态度都站在光绪一边 甚至他们还帮助康有为和张启超 逃亡到海外 慈禧对洋人痛恨不已 康有为还在海外宣称 自己有光绪皇帝的密照 这更使得慈禧要废掉光绪 1900年1月 慈禧做出了废掉光绪的准备 他将端王的儿子普俊 过击给同志皇帝 普俊成为了大阿哥 随时准备登基当皇帝 当时列强们一致反对 并且拒绝入贺 这更加深了慈禧对洋人的怨念 这时朝廷的大臣们 也有很多反对非力皇帝的声音 朝堂上的声音并不一致 普俊的父亲端郡王宰义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当上皇帝 他在暗中努力 要帮慈禧扫清洋人带来的障碍 他说可以借助义和团的力量 来抵抗洋人 载衣联合了敦亲王载连 端亲王载勋 辅国公载兰 立不上述刚毅 他们不断地跟慈禧诉说义和团的勇猛 说应该扶持义和团消灭洋人 但是当时慈禧的宠臣荣禄 并不看好义和团 荣禄本来是属于保守派 但是他对扶持义和团持反对意见 当时慈禧做决定 基本上都会征询荣禄的意见 也正是因为荣禄的存在 在义和团的初期 到底应该是脚还是应该是腐 慈禧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 十分犹豫 到袁世凯接任山东之后 山东的义和团迅速被扑灭 义和团的权重开始向北逃窜 进入直立 直立总督玉禄 对于应该是脚还是应该是腐 也拿不定主意 后来他看出端王庄王等联合起来 要利用义和团 他也变成了支持义和团 在这之后 大量的义和团全民开始涌入直立 全民们一路上话府念咒 烧教堂杀洋人 回铁路拔电线 乱成一片 到了六月份 义和团有数万人开始 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城 北京东郊名乡的列强公使们 也开始调兵前将 各自向自己的国家申请 派兵保护 这时候的慈禧 是战还是和 还是犹豫不定的 六月十七日 天津的大顾炮台 已经被联军攻陷了 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六月二十一日 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 发布了宣战诏书 正式向列强宣战 虽然宣战 慈禧还是留有了后路 他并没有对各公公使赶尽杀绝 他派清军去围攻东郊名乡的使馆区 不让一和团攻打 而他派出的清局 没有真的进攻 只是装装样子 打了五十天 使馆区还是安然无恙 这位后来的和谈 打下了基础 8月14日 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太后戏逃 当慈禧发布的宣战诏书 下发到地方时 铁卢大臣盛宣怀命令监信局 把诏书控押 只给各地都府观看 此时的两江总督刘昆一 胡光总督张之洞 梁光总督李鸿章等 带头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不愿再保清廷 李鸿章回复电报说 此乱命也 越不奉照 乱命的意思 就是不承认这个诏书是真的 这些都府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给出的理由是 慈禧的宣战诏书 并非慈禧太后和皇帝的本意 而是太后和皇帝被全匪劫持了 这是全匪发出的假诏书 张之洞在随后提出 根据战局的发展 一旦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不保 中国就改制共和 共同推荐李鸿章 出任中国大总统 主持大局 6月26日 东南各省与列强各参战国 达成和平协议 史称东南互保 这次的东南互保 虽然保障了东南地区的稳定 但是却让列强看到了中国的不团结 这使得列强气焰更加嚣张 这也是清朝第一次出现 地方联合起来抵制中央的行动 这就是近代军阀兴起的标志 袁世凯也加入了东南互保 山东本来不属于东南 但是清廷对列强的宣战 袁世凯根本不看好清廷 他选择了自暴 由于袁世凯对义和团 一直都是坚决剿灭的态度 所以列强对他都很有好感 当清廷决定开战的时候 发尚遇给袁世凯 命令他带兵北上 袁世凯虽然加入了东南互保 但是他却没有拒绝清廷的命令 他表面上没有拒绝 却以山东海防为理由 不肯派出主力部队 他只派出一支非主力的 三千人的部队北上 而且这支部队走走停停 一直到天津陷落都还没有到达战场 但是袁世凯在态度上表现得很积极 他主动把这支部队继续派到北京 他说天津已经来不及救援了 知道北京一定军情吃鸡 所以他让这支部队直接听从清廷的指挥 后来当慈禧太后西陶到达太远的时候 慈禧已经受尽了辛苦 这时候袁世凯派人送去了 三十万两线银和大量的生活用品 这是慈禧在西陶之后收到的第一笔响银和贡品 袁世凯可谓是雪中送炭 慈禧大为佳许 在李鸿章和列强签订了新丑条约之后 慈禧太后东山再起又回到了紫禁城 袁世凯这时候更是倒向了慈禧 那这时候慈禧对袁世凯的态度如何呢 因为在更祖国变中 慈禧的核心军事力量融入的五支五位军 前后左中四军都被打残废了 失去了战斗力 只有袁世凯的五位六军得以保存 慈禧的军事力量也只能依靠袁世凯 所以在李鸿章去世之后 慈禧让袁世凯坐上了直立总督 北洋大臣的位置 袁世凯的仕途再一次得到了晋升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聊一聊 就是慈禧为什么会权战 六年前的家务战争 满清跟日本一个国家打都没打过 这次直接向十一个国家直接权战 那慈禧是哪来的勇气 还是说他真的岁数大了老糊涂了 我们知道哈 这时候的慈禧他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求俗了 在这种问题上 他是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 那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慈禧为什么会权战 也有好几种说法没有定论 这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 慈禧在六月十七日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假情报 这个情报是列强的一个照会 在这个照会里面写到了 列强提出了几点要求 这几点要求里面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让慈禧归还国政给光绪 那归还国政让慈禧放弃权力 这是慈禧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不惜一战 那我的看法是哈 不管这个史料准确不准确 慈禧一定是被逼到的一定程度 才会选择开战 那即使没有这个假情报 慈禧其实已经被列强逼到 不得不战了 因为慈禧想要废道光绪 他受到最大的阻力 就是列强的不同意 对慈禧来说 费力皇帝是清廷内部的事 如果因为列强不同意 就不能废光绪 那说明他已经变成了列强的傀儡 已经没有权力可言了 那如果不想变成傀儡 他就必须要证明自己还有实力 所以他纵容义和团杀洋人 他纵容义和团 也不代表他真的就想开战了 他可能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震慑一下洋人 那我们从历史的脉络里面可以看出来 慈禧这个人他做决策 其实是很果断的 但是这次对于义和团应该是脚还应该是腹 他一直都没有做出决定 这说明他非常的犹豫 那有史料说 在6月16号那天 慈禧曾经派出刚义和董福祥 去勒令义和团解散 6月17号的时候 大顾炮台已经被联军攻陷了 但是消息还没传到慈禧这儿 所以慈禧对于义和团的态度 他很可能是想在前期利用一下 震慑一下西方列强 最后他自己再去把义和团解散 他没想过靠义和团打败列强的军队 但是究竟在什么时间点去解散义和团 他没把握好时机 结果到后来 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了 而且他也没想到会发生东南护宝这样的事 导致他可用的军队大量减少 造成了最后的悲剧 那这个结果说明慈禧最后的挣扎失败了 虽然在签订了薪酬条约之后 慈禧又回到了紫禧城 但这时候的清政府 真的已经变成了列强的傀儡了 关于清朝的灭亡 大家都听说过的版本 是革命党发动了武昌起义 然后南北和谈 最后袁世凯逼得清廷 孤儿刮母退位 看起来是袁世凯终结了满清王朝 但是历史的细节却很耐人寻微 武昌起义只是打响了革命的第一强 在两个月内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 这才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 才有了袁世凯逼宫的条件 那为什么会有14个省都宣布独立呢 就是跟清朝最后十年的改革和新政有关了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 清朝的最后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失败 是什么力量阻碍了清廷的君主离线 革命党的成功靠的又是什么力量 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 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 上对不起祖宗 下对不起人民 满腔心事更想何处诉说呢 这是慈禧在庚子事变中仓皇出逃时说的话 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庚子事变发生之后 慈禧和满清贵族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忏悔和总结 在这次事变之后 经过疼痛的慈禧真的要开始着手改革了 他知道如果满清政府自己再不改变 一定会被西方国家所吞噬 所以还在西安的慈禧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开始筹划政治改革了 1901年1月29日 慈禧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一道尚狱 尚狱的内容是给清政府的改革定下了方向 慈禧要求突破洋务欲动的改革深度 要在政治体制、励志民生、学校科举 军政、财政等多个领域进行全方位改革 为了落实改革 清廷成立了都办政务处 慈禧任命庆旗王义匡、李鸿章、坤刚、荣禄等人为都办政务大臣 他要求各地都府提交改革建议 袁世凯第一个上书提交了改革建议 袁世凯对改革一向是十分积极的 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 就已经开始了退行新政的尝试 袁世凯在山东时 为了改革教育创立了山东大学堂 他为了发展经济创立了商务总局 同时他还派人前往日本学习发行货币的指示 在慈禧定下改革的计调之后 全国各省开始了改革的尝试 其中与袁世凯在直立的改革最有成效 从1901年到1906年 袁世凯在直立整顿立志 兴办实业 发展交通 改良司法 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他还联合湖光总督张志栋 一起上奏 要求改革科举 兴办新事学校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 当时在庚子事变之后 西方列强向清政府提出要求 不允许在天津周围驻扎中国军队 这对清政府来说是个难题 如果天津不能驻扎中国军队 天津作为北京的重要门户 就失去了保卫首都的能力 袁世凯刚刚上任直立总督 就面临天津的这个难题 他效仿西方国家 成立了天津殉军总局 袁世凯挑选了3000名新军 让赵炳军进行三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 随后 赵炳军带着这支队伍 开进了天津城 这支警察队伍的军人色彩很浓 起到了保卫天津的作用 由于有专门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 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也变得好得起来 天津的巡警总局 虽然创立之初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要求 但是创办的却很成功 清廷让各省效仿 天津的警察制度很快得到了推广 1905年 清政府在中央机关 设立了中央警察机构巡警部 也借鉴了天津的经验 1902年 清廷指派袁世凯为督办官内外铁路大臣 袁世凯通过外交 从英国和俄国手里 收回了官内外铁路的所有权 除了铁路所有权 他对矿产所有权也是全力收回 当时的开平煤矿 是李鸿章和实业家唐听书 创办的重要的国有资产 在唐听书去世之后 张义通过纯亲王的关系 得到了开平煤矿督办的职务 张义由于完全不懂企业经营 被英国人骗去了开平煤矿的所有权 被骗后的张义对上欺瞒朝廷 对下欺瞒矿物局的员工 袁世凯上任直立总统之后 听说了这件事 他立即召见张义问清楚的原委 袁世凯对张义愚蠢的卖国行为大于愤怒 他当即向朝廷弹劾张义 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 张义不得不到伦敦去打官司 袁世凯一方面通过商务部 与英国人进行交涉 另一方面让张义与英国公司对峙法庭 从1902年到1906年 官司打了四年的时间 期间袁世凯参奏张义多达八九次 由于英国国家的维护 诉诸法律的手段都没有结果 袁世凯采用其他方法 他在开平附近开办了鸾州煤矿 鸾州煤矿给英国公司以沉痛打击 最后英国公司终于妥协 开平煤矿和鸾州煤矿 合并组成了鸾开矿物局 中国收回了矿产主权 为了追回国有资产 袁世凯切而不舍 这种精神甚至得到了 他的对手英国人的赞叹 袁世凯在北洋兴办新政的成绩 成为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他也成为了推动改革的核心人物 在所有新政中 清廷最重视的还是军队改革 当时最有资格担任内兵大臣的 也唯有袁世凯 袁世凯以五位右军为基础 创建了北洋长辈军 从1902年到1905年 袁世凯共完成了六阵 北洋长辈军的变列 但是北洋长辈军的控制权 除了京齐长辈军 受八旗兵的指挥 其余五阵的核心军官 都是袁世凯的小战班底 袁世凯还创建了 北洋陆军武备学堂 北洋行营将辩学堂 陆军师范学堂等 十余所各类军事学堂 这些军事学堂 培养了清末新军的各级军官 这些人也都成为了袁世凯的门人 1904年清政府提出了 要在全国扩编新军36阵的计划 清廷想要把旧军逐渐淘汰 对新军逐步扩充 最后用新军完全代替旧军 袁世凯主持清政府联兵处 统一全国新军的编制和繁号 新军编制以军为单位 军下面是镇 美军管辖两阵到四阵 美镇管辖步兵两斜 马队炮队各一标 功成自重各一营 军阅一对 当时的镇大体相当于后来的诗 当时的邪相当于旅 标相当于团 军的首领称为总统官 镇的首领称为统治 邪的首领称为统领 标的首领称为统代 袁世凯把北洋长辈军的繁号 改为了陆军各镇 袁京齐长辈军 改为北洋陆军第一镇 由凤山担任统治 驻扎在京北扬山娃 袁长辈军第一镇 改为北洋陆军第二镇 由王英凯担任统治 驻扎在永平及山海关附近 袁长辈军第三镇 改为北洋陆军第三镇 由曹坤担任统治 驻扎在宝丁 袁长辈军第二镇 改为北洋陆军第四镇 由吴凤岭担任统治 驻扎在马场 袁长辈军第五镇 改为北洋陆军第五镇 由吴昌淳担任统治 驻扎在济南违县 袁长辈军第四镇 改为北洋陆军第六镇 由王世珍担任统治 驻扎在南远 到此为止 北洋军阀已经正式形成了 北洋军由小战的七千人 增长到了八九万人 与此同时 清政府在全国 编练36镇新军的计划 却由于经费不足 没有完成 一直到清朝覆末前夕 全国编练的新军 一共是11个镇16个鞋 这里面只有北洋六镇 是按照计划编练完整的 这时候的袁世凯 不仅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政治上也是节节高升 他不仅是全国最重要的直立总督 还身兼八大臣 一时风光无限 但是随着清廷改革的深入 袁世凯也迎来了 人生最重要的危机 1906年 清廷将兵部练兵处 泰普寺合并为陆军部 陆军部由一匡管理部屋 铁梁出任上书 寿勋印昌分别出任所有侍郎 清廷将兵权 全部收归到陆军部 1906年11月18日 袁世凯交出了陆军第一 第三 第五 第六 四个阵的兵权 两天之后 11月20日 袁世凯向清廷上书 辞去了参与状务等各项监柴 1907年9月 袁世凯被免去了 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 名声暗将为外务部上书 军级大臣 袁世凯在官场达到顶峰之后 在两年之内 被清廷收走了军权和实际政权 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随着新政改革的深入 触动了满清权贵的核心利益 1904年到1905年的日和战争 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沙俄 这让中国国内呼吁立宪的声音越来越高 在当时看来 清廷的新政改革已经大有成效 如果朝廷能够彻底改制 改成君主立宪制 那将是中国最好的出路 其实政治改革 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变革政体 但是对于当权者来说 是对利益进行重新划分 新政的改革 在前期做出的 比如说倡导工商 兴办学堂 改革官制等 都是在重新划分外围的利益 但是君主立宪 已经触碰到了满清权贵的核心利益 君主立宪最大的变革 就是用宪政对君主的无限权利 进行约束 改为君主立宪制 势必要触碰到满清权贵的核心利益 这里面的利益涉及到 拥有最高权利的慈禧太后 拥有既得利益的满清权贵 还有满人官员 汉人官员 官身阶级都在其中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 慈禧太后是不是真的想变革 可以说 慈禧是真的想变 因为通过庚子事变 她意识到了 清朝已经到了 不变不行的地步了 如果自己变革 是让出一部分利益 但是总比贝革命 乃至清朝灭亡要好 而且她看到了 日本君主立宪的成功 所以慈禧在西安 就发布了变法商誉 她把曾经自己推导的 维新变法纲领 重新拿回来自己实行 只不过在这次的实行过程中 领头人不是毫无政治经验的 抗有为 变成了有丰富政治经验的 袁世凯 袁世凯有了慈禧的支持 改革政体的方案 也就更为大的 她把原来的内阁 军机处 立部 礼部 督察院 全部撤销 她成立了新的资政院 行政裁判院 集贤院 大理院 审计院等 她用责任内阁取代了军机处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这是将中央权力的枢纽 做的一个根本改变 由军机处转而向内阁 这等于消掉了一些军机大臣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铁梁 荣庆等军机大臣的不满 在一次会议上 纯亲王宰峰拔出手枪 直接抵住袁世凯的胸口 大声说 尔如此跋扈 我被主子除尔奸臣 经过一框的调节 方才作罢 可以看出来 一旦触碰到了自己的利益 即便是纯亲王 也很难再为大清的江山着想了 不光满清权贵对官制变革不满 就连朝中的汉族大臣 有很多出自自己的利益考虑 也很不满 他们把矛头都指向了袁世凯 他们认为 在医院还没有成立之前 撤掉军机处 让权给内阁 内阁就变成了 既不对皇上负责 又不对医院负责的机构 这样皇帝的权力 就落到了内阁大臣手里 这时候内阁大臣的成员 由谁来出任就是问题 如果还是由满清贵族出任 那变法等于没变 支持立宪的立宪派官员 肯定不同意 如果内阁让位给汉人官员 就是把满清权贵的既得利益 让了出来 满清权贵也不干 这些满清的王公贵族 听天谩骂约世凯 他们还跑到慈禧太后那去告状 他们每天又是哭又是闹 搞得鸡犬不宁 这时候的慈禧也是寝难安 他都诉苦了 他说 我如此为难 真不如跳呼而死 改革一旦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 就必然会碰到极大的阻力 像慈禧这样杀发果断的强势人物 也犯难了 他如果选择强势地 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 势必会得罪整个满清权贵 乃至整个满人官僚集团 而这个官僚集团 恰恰是支撑他统治地位的基础 如果他选择改革到此为止 那就等于等着贝格命 面临亡国的风险 慈禧难以抉择 实在是太难了 只能先拖着 在这个过程中 袁世凯首当其冲 成为了权贵们攻击的对象 袁世凯被剥夺了大部分实权 在袁世凯被免去实权后的一年 慈禧终于不用再做 这么困难的选择题了 1908年11月15日 掌权长达47年的慈禧太后去世了 在他走的前一天 还带走了光绪皇帝 慈禧在临终前 指定的继承人是年纪两岁的溥仪 溥仪的父亲纯亲王在风 担任摄政王 对袁世凯来说 慈禧的去世让他失去了保护伞 摄政王载风一上台 就开始打击袁世凯 1909年1月2日 清廷名将上狱 袁世凯着急开缺 回击养科 袁世凯从22岁参军开始 27年的时间一直苦心经营 此刻却被朝廷抛弃 免之回家 有人说 载风是为了给他的兄长光绪报仇 针对袁世凯 其实更准确地说 这是一次摄政王载风 上位之后发起的权力斗争 载风上台之后 他想要执掌朝政 袁世凯是他的劲底 在军机大臣中 一匡是袁世凯的四当 纳同 士序都和袁世凯关系很近 在地方都府中 端方是袁世凯的殷勤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 至于袁世凯多年的部下 比如唐绍宇 王世珍 冯国璋 段祺瑞 遍布全国各省的各个紧要位置 载风本来要杀袁世凯 但是他杀不动 不仅张之洞和义匡强烈反对 就连英国共使朱尔典 都为袁世凯出面说情 虽然杀不动 但是在皇权体之下 载风说一句足疾 就可以将袁世凯霸指 载风没有杀掉袁世凯 可以说是在袁世凯 势力震慑下的一种妥协 袁世凯选择被免职 也可以说是一种妥协 因为袁世凯如果不妥协 他立马就得造反 现在显然还不到造反的时候 所以袁世凯选择的妥协 等待时机 在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城之后 他的司党被一个个清除 杨世香当年去世 端方接任了直立总督 游船部尚属陈碧被搁职 徐世昌内调游船部尚属 东三胜总督又西凉解体 黑龙江不正使 尼四冲被查办 民政部侍郎赵炳君被斥 宰峰接管警政 王世珍自行开缺等等 表面上看 这是宰峰和袁世凯的斗争 但实际上 这是以宰峰为首的 皇族清贵派 与老的当权派的权力之争 宰峰在主政之前 他并没有自己的担地 他所能接触到 并且信任的 也只有宰泽 善旗 宰涛 宰寻这些身边的清贵 这些人 不管有没有才干 都迅速地集结在了宰峰周围 成为了一个新的 皇权清贵集团 他们想要获得权力 必须打压当时的当权派 当权派是 庆亲王一匡 袁世凯等人 这已经不是满汉之争 是宰峰集团 和庆亲王 袁世凯集团之争 正如溥仪后来说的 杀袁世凯 和保袁世凯的问题 早已不是什么 违心于守旧 地党和后党之争 也不是满汉 显贵之争 而是这一伙 亲县贵和那一伙亲县贵的 夺权之争 经过两年的争夺 宰峰集团又是明显 看起来大获全胜 但实际上 在地方上和军队中 袁世凯的势力根深蒂固 早已经不是 宰峰能动摇的了 袁世凯在家里 也并没有闲着 他通过手中的关系网 时刻获知朝廷的动向 折服中的袁世凯 一直在等待时期的成熟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了 袁世凯等待的时机 终于到来了 武昌起义的消息 传到北京之后 载封命令陆军大臣印昌 率领北洋军前往平叛 然而当军队 抵达湖北孝赶之后 却拖延不前 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关系网 发挥了作用 印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 看到这种情况 此时的朝堂上 义筐纳酮等 都强烈主张启用袁世凯 而载封当然不想看到 袁世凯崛崛起 而在另一方面 西方列强都对 武昌起义的形势非常关心 他们不希望 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 这样会影响 他们的既得利益 尤其是贷款给清政府的 美英德法四国银行 因此 当他们看到北洋军 拖延不前的情况之后 纷纷向清政府施压 希望尽快启用袁世凯 在内外坚实的压力之下 再封别无选择 只能重新启用袁世凯 10月14日 清庭降旨 启用袁世凯为胡光总督 督办剿府事宜 对胡光总督这个职位 袁世凯显然是不满意的 湖北现在已经落入革命军的手中 湖北的新军都在闹革命 根本调动不了 而要用北洋的军队 还只能和印昌协同调遣 到了前线兵权不同意 这仗没法打 袁世凯跟清廷开始博弈 最后清廷妥协 满足了袁世凯的要求 10月27日 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督办一切军务 袁世凯直接奔赴前线 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 立即对湖北革命军展开攻势 北洋军在一天之内就将汉口夺回 然后又攻克了汉阳禁闭武昌 在武昌城下 袁世凯下令放缓了进攻 袁世凯时刻都在关注局势的变化 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 武昌虽然他很容易就能打下来 但是随着武昌手艺 短短两个月内 14个省先后宣告独立 袁世凯也改变了自己对革命军的看法 一开始他认为革命军很容易荡平 但是现在他看到了清朝气数已尽 而且西方列强也开始改变态度 宣布中立 袁世凯开始了跟革命党的南北和谈 在和谈中 革命党承诺 如果袁世凯能让清朝皇帝退位 就让他担任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回到北京 开始了逼迫清廷退位的操作 1912年2月12日 龙玉太后临朝 颁布诏书 宣布普仪皇帝退位 袁世凯以不流血的方式 完成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 事成三天之后 南京参议院信守诺言 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在满清王朝覆灭的过程中 我们要聊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什么呢 是在武昌首益之后 为什么在两个月内就有14个省相继独立 这14个省的独立 是让袁世凯转变态度 认为清朝气出一进的主要原因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摄政王崽峰 另一方面是新军 我们先来说崽峰 在崽峰主政之后 他不断地从汉人大臣手里面夺取权力 慈禧让给汉人集团的利益 逐渐地都被宰封给收回来了 在慈禧主政的时候 慈禧知道由于乡军怀军的存在 汉人官员已经掌握实权了 满人没有办法完全转权了 所以他会让利给汉人大臣 在庚子事变之后 慈禧重新掌权 他对于东南护宝事件 并没有对汉人官员求后算账 反而对他们的做法予以承认和加冕 对于东南护宝这种明显的背叛行为 慈禧难道不恨东南的这些汉人官员吗 他当然恨 但是他知道 如果不让利给汉人大臣 清朝就很危险了 他的做法是提拔袁世凯 让袁世凯和东南各省的汉人集团 形成相互对立的局势 他在汉人官员之间进行制衡 在慈禧的让利与制衡之下 遥遥欲坠的清王朝 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慈禧去世之后 宰封打破了这种平衡 他不断地从汉人官员手里收回权力 他夺袁世凯的权 这只让张志栋感到了唇王齿寒 张志栋本来跟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很亲近 但是当宰封要杀袁世凯的时候 张志栋却极力反对 在宰封的主政之下 汉人官员人人自为 汉人官员最大的期待 就是改变政体 君主立宪 当时在朝的和在野的立宪派呼声都很高 力量也最强 立宪派的力量远远高于革命党 支持立宪的主要力量 是汉人官员和士绅阶级 说白了就是在当时清廷的统治之下 已经获利的群体 他们想通过立宪 让满人让出更多的利益 而反对立宪的首先就是革命党 革命党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 没什么既得利益 对他们来说 只有通过闹革命 全部都重分 自己才能获得利益 所以革命党是最不希望立宪成功的 当清廷派吴大臣出国考察的时候 革命党就会做出暗杀的行为 而对于满清贵族来说 是否要立宪一直是犹豫的 慈禧太后在位的时候 他知道 如果不立宪 自己不改革终究会被别人革命 可是到临终 他也没能做得了最后的决定 在慈禧死后 宰封就太短事了 1911年5月8日 在全国的立宪派等待了多年之后 清廷组成了首纪内阁 首纪内阁以庆亲王一筐为总理大臣 13名内阁成员中有8个满人 一个蒙古人 汉人只有4个 被称为皇族内阁 这种皇族内阁 让立宪派也彻底失望了 他们对满清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转而掉头支持革命党 所以在5个月之后 武昌首益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我们再来说说新军 革命党推翻清朝 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就是新军 革命能成功 主要是因为革命党都渗透到了各省的新军中 满清政府组建新军 本来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但是新军的训练却采用了西化的方式 西化的军队不仅学习了西方的训练体系 也学习到了西方的思想 他们不再是一介五夫 而是知识化的新式军人 他们甚至很多人都被派遣出国留学 1905年 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就多达8000人 新军开明的训练方式 为革命党人宣传思想提供的机遇 很多革命党人都是留学生回国之后 成功地打入到了新军内部 随着满人对权力的收回 新军的官兵在仕途上想要上升越来越难 这时候他们意识到 只有搞政治搞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这些竞争无望的新军 和革命党人的利益达成一致 开始推翻满清政权 南方的新军纷纷被革命党渗透 北方的新军完全在袁世凯的控制下 也脱离了清廷的掌控 所以当革命爆发时 满清政府已经无力回天 只能看着袁世凯和革命党进行南北和谈 满清的覆灭已成定局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被选举为第一届临时大总统 这个大总统非常有意义 他代表着中国不是改成换代 而是彻底的改制 孙中山是中华几千年历史中 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这个选出来的最高统治者 也是中华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统治者 孙中山从1月1日宣誓就职 到2月14日向参议院辞职 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 在他辞职的第二天 就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全票选出 袁世凯作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在后人讲述的历史里面 很普遍的一种说法 是说他篡得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种说法是说 孙中山率领的革命党 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开始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都失败了 武昌起义是第十一次起义终于成功了 结果却被袁世凯通过一蒙手段 篡取了大总统的位置 那袁世凯的大总统 真的是阴谋篡位吗 还是众望所归呢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 袁世凯为什么能当上大总统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辛亥革命的细节 首先我们来说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湖北革命党人 发动的一次起义 在清朝的末年 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的革命组织 这些革命组织里面 比较大的像孙中山的信中会 黄兴宋教人的华兴会 还有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 他们联合起来 成立了一个同盟会 同盟会是1905年7月 在日本成立的 那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人 蔡文培等人 同盟会在成立以后 中国国内的几次大的起义事件 都是由同盟会的成员组织的 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起义之后 同盟会内部产生了很多矛盾 甚至发生了分裂 有很多革命党人 对孙中山总是在南方发动起义 就很不满 那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 就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 叫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他们想在长江流域 比如说江苏 安徽 浙江 湖南 湖北 发动起义 那这个同盟会 中部总会 在湖北的分支 叫共进会 当时发动武昌起义的 就是共进会 还有当地的文学社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 文学社是湖北当地 专门发展新军士兵的一个组织 1911年9月 四川发生了保陆运动 朝廷把一部分湖北的军队 调到四川去镇压 四川会发生保陆运动 是因为清政府 在摄政王宰峰上台以后 不断地把汉人的权利 收回到满人手里 同时 他也把地方的资产 收归国有化 比如说把地方的铁路 煤矿都收归国有 这个举动 严重地损害了地方利益 因为很多地方的铁路 都是有大量的民间投资的 人民就开始反抗了 四川保陆运动 反抗尤其严重 还成立了保陆统治会 那为了镇压这次保陆运动 朝廷就从湖北调军队去四川 那湖北的革命党人 就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计划要发动一次起义 武昌起义有三个主要领导人 军事总指挥是蒋义武 军务部长是孙武 总理是刘仲文 那本来起义的时间定的是10月16号 但是呢 在10月9号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爆炸事件 革命党人的一个据点 在汉口俄族界的宝山里 那孙武在宝山里配置炸弹 不小心引起了爆炸 这个爆炸引来了寻补 当时革命党人操谎逃走 逃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 革命党人的花名册 起义的文告 起义的旗帜 还有资金都被缴获了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花名册 当时清廷的呼光总督是瑞城 瑞城就按照花名册 开始抓捕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的三个主要领导 刘仲文和孙武 逃到了汉口的法族界 那蒋义武呢 就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这时候很多的革命党人都逃走了 有二十几个革命党人被抓 其中有三个被处决 他们被处决之后 三颗人头被示威性的挂在了城头 10月10号的白天 总督瑞城下令 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 并且下令新军的官兵一律不准出营 这就在新军中造成了一种 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 不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恐慌 其他士兵也很恐慌 因为革命党人的画名册 是他们自己造的 新军中的士兵 有很多都跟他们有接触 自己的名字 到底有没有在画名册上 谁也不知道 还有一些士兵呢 虽然没有加入革命党组织 但是平时跟他们的交往比较多 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牵连 后来有一个新军的士兵说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 有很多人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想法 奇异是死 不奇异也是死 同样是死 为什么不停而走险试一下呢 可以说 由于总督瑞城的这种做法 形成的这种恐怖的氛围 给革命党人进行了最好的动员 在10月10号的晚上 因为一个兵营里面的小冲突 奇异就爆发了 奇异在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清军应对得到 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当时清军最高的官员 是湖光总督瑞城和镇统治张彪 那武汉的新军 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鞋 一共一万一千多人 在起义之前 大约有两个彪被调到了四川 去镇压保路运动 剩下的部队不到一万人 当时起义的部队也就三千人 没起义的人远远多于起义的人 但是瑞城一听到起义 立刻就害怕了 起义军还没到他总督府呢 他就吓得不敢出门了 他让清军在后墙挖了两个狗洞 自己带着家眷 钻狗洞就跑了 直接跑到了江边的楚瑜舰上 那为什么跑到楚瑜舰上呢 因为跑到楚瑜舰上不算逃跑 按照大清的律令 弃城逃跑的官员是要判死刑的 他跑到楚瑜舰上等清廷救援 就不算弃城逃跑 那瑞城跑了 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张彪 张彪呢 他做了一些不太顽强的抵抗 然后他也跑了 他跑到城外去扎营了 也等朝廷救援 清廷的这两个最高指挥官一跑 那些没起义的部队 有的跟着起义了 剩下的不参与的也就都散掉了 就这样 武昌起义成功了 起义成功之后 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领导人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武昌起义 其实是一个群龙巫首的士兵暴动 起义士兵里面的小革命党人 像熊炳坤这样的普通士兵 他没法服人 被临时推为总指挥的吴赵林 他也只是个队官 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 在这么一个已经习惯了 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面 如果要想率领起义的士兵 也得看这些东西 要想服众 你就得有资历 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 就得有传统的资历 有革命资历的革命领导人 因为起义的提前暴露 领导人死得死 逃得逃 一个都不剩了 那就只能找有传统资历的人了 这时候就有人想到了黎元宏 黎元宏是新军混成邪的统领 按照新军的官职 黎元宏是仅次于 郑统治张标之下的官员 他的子弟是足够服众的 而且黎元宏平时在军队中的人缘也不错 他对待士兵很好 所以大家就都推举他来当领导 可是黎元宏还不想造反 在起义发动的时候 黎元宏甚至是站在了革命党反面的 他还带兵进行的镇压 只是他镇压的并不积极 镇压没多大一会儿 看似不妙他就逃走了 逃走之后他觉得危险 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而是躲到了参谋刘文吉家里 革命党人就从刘文吉的家里面 把黎元宏给绑了出来 黎元宏本来以为革命党要杀他 没想到是想让他出来做都督 他不想造反 但是已经被革命党人控制了 他也没办法 黎元宏在做都督的前几天 每天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大家都说他像一尊活菩萨 都叫他黎菩萨 那革命党人为了逼他就范 就想了个办法 就所有发出去的通电和文告 都以黎元宏的名义发出 这就等于强行把黎元宏 拉入了革命的阵营 他要想不从都身不由己了 后来黎元宏是看到了 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才真正的做了新政府的都督 那湖北新政府的都督选出来了 起义后还面临更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革命军如何控制武昌 武昌城这么大 如果秩序维护不好 外面马上就要有清廷派兵前来评判 里面再有暴乱 其一的成功能不能守得住都很难说 对于维护武昌秩序 有一个人起到了很重要作用 他就是汤化龙 汤化龙是湖北自育局的议长 他是当地士绅和工商阶级的领袖 他也是标准的立宪派人 立宪派一直都是在支持清廷的新中改革的 并且他们推动清廷实行君主立宪制 清廷为了预备立宪在全国各省成立了资议局 资议局的议员是地方根据民意选举出来的 虽然不是每个底层的人民都有选举的资格 但是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地方的士绅学生 他们能够代表民意 老百姓也相信他们 资议局的成立对清廷地方政府的执政 起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他们能够根据民意促使政府改革 地方官员一般也很尊重他们的意见 资议局除了代表地方民意 还推动朝廷进行君主立宪的进度 在摄政王宰封执政以后 他倒行逆时 不断地收回汉人官员的权利 并且把地方的资产收回国用 在立宪方面还退出了皇族内阁 这一系列的举措 使得立宪派对满人的改革彻底不抱希望了 汤化龙作为湖北资议局的议长 他正是对满清朝廷失望透顶的时候 这时候武昌起义了 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起义的阵营 汤化龙的加入对武昌起义帮助非常大 他使得武昌起义后城市的秩序得到了很好的维持 他担任正式部长开始组织政府的运作 实际上除了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 都是汤化龙来组织的 他还让革命军通电各省 把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出去 让各地响应 这个举措非常有用 就是因为全国各地的响应 使起义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汤化龙带领立宪派的人士加入革命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他稳定了西方列强 西方列强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义和团那样的民间作乱 立宪派的人都是当地士绅 他们跟汉口的西方领事关系很好 他们让列强知道这次革命不是底层作乱 跟义和团完全不一样 他们会很好的保护外国人的利益 通过立宪派的运作 使得西方的各国领事承认了 革命军是交战的一方 他们保持中立 西方列强的这个立场非常重要 这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公然承认清朝内部叛军同等的地位 这对清政府来说 毫无疑问是屈上加霜 汤化龙还亲自通电全国立宪派人士 鼠说了很多清廷倒行逆时的行为 让他们都加入革命的阵营 在湖北宣布独立以后 紧接着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 这14个省的独立立宪派都起了重要作用 有一些省份比如说浙江 甚至是立宪派主导的革命 那立宪派人的参与 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很多 也温和了很多 因为立宪派人最大的诉求 就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减少对社会的破坏 他们本来就是地方工商教育界的同面人物 当然希望尽量地维持稳定 在立宪派的游说之下 很多地方的满清官员都顺从了革命 很少有反抗的 清朝的地方官员 有很多在反正之后还参与了新政府的 也有一足了之的 那对待外国人他们更小心 不仅革命党和立宪派很小心 连清军都很小心 交战的双方都想得到列强的支持 所以呢他们对外国人都加以保护 那其实从武昌起义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全国各地革命的力量来自哪里 武昌起义首先是革命党发动的起义 然后是立宪派配合 随后呢还有满清官员的反正 这里面就有三股力量 第一股呢是革命党 第二股是立宪派 第三股是反正的满清官员 那第一股革命党的力量 革命党有先进的思想 为革命做了很多宣传 也做了很多牺牲 那第二股是立宪派的力量 立宪派代表民间民意 他们一开始推动中国的改革 用的不是革命是立宪 他们想用温和的方式进行改革 但是在满清权贵不停地授权 和把民间资产受贵国有化之后 他们导向了革命党 如果立宪派还是帮着满清政府 革命党的革命其实很难成功 立宪派是拥有很强大的民间力量的 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民团 湖北的民团实力就很强 他们办的民团都是他们自己出钱雇人 自己买枪用来保卫地方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立宪派的参与 革命才能成功 那第三股力量是反正的满清官员 满清官员有的是威望 湖北就很典型 革命党发动起义之后 湖北都督都让林渊宏来做了 那林渊宏一开始不想反 他被革命党人逼着反了 而且还硬塞给他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那革命党人可以发动革命 但是革命之后 他们在民间和军中的威望是不够的 难以服众 难以服众其实很麻烦 如果没人能服众 革命军就会分出帮派 帮派之间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就会内斗 所以武昌起义之后 选出林渊宏来当都督 是很高明的选择 在其他省的独立过程中 就有了革命军之烟打来打去的 就是因为没有可以服众的一个领导人 这种革命军内部的争斗 不仅革命军的实力受到了损伤 而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使得老百姓对革命党都不禁忍了 在武昌起义之后 算上湖北 全国一共有15个省份先后宣布的独立 这15个省独立的过程 也都是由革命党立宪派 反正的满清官员 这三部分力量推动的 独立后的新政府 也是由这三股力量组成的 那有的地方呢 革命党的力量大一点 比如说上海 云南 福建 广东 那有的地方呢 就立宪派的力量大一点 比如说浙江 湖南 有的地方呢 就是由反正的满清官员做的都督 比如说江苏 那对了哈 在这三股力量之外 还有一股力量 就是帮会 帮会就是鸿门隔老会 这样的组织 其实就是黑社会 那革命党人在初期的时候 他们想要在社会中 寻找革命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代一般的起义 都是农民起义 但是在辛亥革命中呢 无论是革命党的革命 还是立宪派的改革 都没碰农民 一方面呢 是因为农民起义 对社会的破坏性太强了 太平天国运动 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 那义和团运动 拎来了八国联军 也造成了很大破坏 另一方面呢 是这次革命的终极目的 不是只想推翻一个满清王朝 而是想把中国带向西方的先进和文明 那革命党人在革命的前期 虽然在思想上和舆论上 大力的鼓吹 驱出大陆 恢复中华 但是呢 在革命爆发之后 他们并没有对满人进行赶尽杀绝 甚至很少有杀满人的情况 因为革命党人本身就是有先进思想的一批人 他们是想把中国带向文明的方向 所以他们不会做这种种族报复的事情 而且说实话 那时候人民已经经历了满人统治二百多年了 对满人的仇恨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满人只要不反抗 一般也就都放了 革命党人不发动农民起义 他总要找到可以革命的力量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找的就是帮会 帮会呢 有反清的记忆 一方面 很多帮会都有反清负名的传统 另一方面 帮会经常做一些非法的勾当 这就是他们长期受到政府的压迫 所以呢 革命党人一找到帮会 动员他们说要反清 很多帮会就一拍即合 革命党人在前期的起义 大部分都是在利用帮会 孙中山每次用帮会 都是先在海外筹集资金 然后花钱雇帮会的人 给帮会买武器 最后发动他们去起义 但是革命党利用帮会 发动的起义 一次都没成功 帮会最大的问题 是有组织无纪律 而且呢 他们没有革命思想 后来革命党人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他们就开始用新军的力量 他们开始渗透新军 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 那武昌起义 就是靠着新军的力量成功的 但是当革命成功之后 之前革命党人利用的帮会 反而成为了他们的负担 帮会的多次起义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都把自己 当成革命的元老 在辛亥革命中 也确实有几个地方 是帮会起了作用的 比如说广东 陕西 上海 湖南 在湖南起义之后 湖南鸿门的首领 焦大峰 甚至做了新政府的都督 那独立的各省 建立军政府的时候 帮会的成员 也被编进了民军 这些由帮会编成的民军 对地方的百姓造成的最大的骚扰 他们不仅大量的杀满人 而且杀了很多平民 帮会平时他们的争斗就很多 他们变成民军之后 为了争地盘 也经常发起打斗 那在很多人眼里 帮会和革命党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一开始 他们两个确实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帮会的作乱 使得革命党人的名声也坏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 革命虽然成功了 15个省都独立了 但是革命党在各省所占的份额并不大 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 据点的地方并不多 而且革命党的据点 帮会力量也很大 比如说广东可以算一个 但是广东的两个都督 陈炯明和胡汉民 其实都控制不了这里的民军 湖南也可以算一个 但是湖南后来 连都督交大方都被杀掉了 这些地方的民军根本靠不住 他们不仅靠不住 还危害地方 这些民军进城之后就划分地盘相互厮杀 胡作非为 这种局面不要说立宪派不满意 就连革命党的领导人也很头疼 在南北河滩以后 南方革命军的数量绝对的大大的超过了北方的北洋军 但是南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裁军 我们的教科书上说 当时南方政府听信传言太软弱了 大量的裁撤革命军 但是这样的革命军不裁能行吗 所以像黄兴这样有军事经历的统帅 他必须下决心裁军 而且他一裁就是裁几十万 这就是辛亥革命期间各省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说说北方的情况 尤其是袁世凯的情况 袁世凯在出山的时候 应该没想过要推翻满清 或者说采用共和体制 但是呢他对满清也是完全的失望了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以载风为代表的满清权贵 夺掉了他所有的权利 要是没有武偿起义 他什么时候能复出还不好说呢 从大局来讲 满清权贵不断地收权 不断地把地方资产收归国有化 尤其是皇族内阁的产生 使他对满清的自我改革也失去了信息 袁世凯在复出之后 他是要获得满人所有的权利 但是呢他并不是想推翻满清 却而代之 他的做法是拿到绝对权利之后 逼迫清廷裁掉 采风等满清权贵的势力 然后由他来推动郡主离宪制 让满人做狙军 也就是做没有实权的皇帝 他来做责任内阁的宗理大臣 这样所有的权利就都在他手里了 但是革命的形势变化太快 15个省都先后独立了 在南北和谈中 革命党人坚持变革政体 变为共和 他也就同意了 在南北和谈中 其实各方面的力量 也都是支持袁世凯的 首先是实力最强的立宪派 他们支持袁世凯 袁世凯其实可以算作是 立宪派的领袖 因为在清廷改革和立宪的过程中 袁世凯是最积极推动的 出于稳定变革的考虑 立宪派都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 第二是反正的满清官员 他们当然希望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因为毕竟袁世凯也是前清的官员 他们也是前清的官员 由袁世凯的掌权 对他们当然有利 第三是西方列强 孙中山在知道革命成功以后 并没有直接回国 而是辗转了很多个国家 他希望革命党的革命 能够获得西方的支持 这个支持当然希望能够得到 西方国家的贷款 但是孙中山没有能得到 西方列强的承认 贷款当然也没带着 袁世凯却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 而且他拿到了贷款 西方列强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出来控制局面 这样他们在华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英国公使卓尔典甚至说 袁世凯是他们唯一相信有这个能力的人 最后是革命党 其实很多革命党的领导人 他们也都认为应该由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在孙中山回来之前 黄兴和李渊宏已经达成一致了 推举袁世凯为第一届大总统 因为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很多 军队也参差不齐 还扰论地方 在和谈之后 黄兴首先要做的就是裁军 在当时中国的这种局势下 可以说 由袁世凯来当大总统是众望所归 那我们说哈 虽然袁世凯是众望所归 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 孙中山和革命党的贡献 正是因为有孙中山黄兴带领的革命党 传播了革命思想 并且抛头炉洒热血 发动了很多次起义 才有了最后革命的成功 在这场革命中 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派 他们对我们民族的进步 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清朝皇帝退位之后 孙中山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 那孙中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让位的呢 当然不是 因为在当时啊 袁世凯的威望更高 实力也更强 孙中山不得不让位 那他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了 革命党会不会很不爽 当然不爽呀 辛辛苦苦搞的革命 最后胜利的果实 被袁世凯给摘走了 不过呢 现在他们还没时间不爽 他们现在更多的是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袁世凯会废掉共和体制 担心他开道车 担心他再搞地制 那怎么办呢 一群拥有着当时最先进思想的 革命党人 在一起商量 他们想出两个办法 来约束袁世凯 第一个办法是定都南京 让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职 南京是革命党的地盘 他们可以看着袁世凯 第二个办法是把政体 从总统制改成内阁制 用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 那革命党想出这两个办法之后呢 他们抓紧时间 加班加点紧螺密鼓 趁着南京的临时政府还在 赶紧起草宪法 终于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 南京政府出台了一部临时约法 这部临时约法 就写进了一系列的 约束大总统的权力的内容 那他们让袁世凯宣誓承诺 必须要遵守这个临时约法 袁世凯也答应了 那这两个办法 对革命党来说 是约束袁世凯的 对袁世凯来说 就是革命党人给他挖的坑了 那这两个坑 有没有坑到袁世凯呢 可以说是坑到了 甚至可以说 正是这两个办法 推动了后面历史的发展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革命党挖了这两个坑 袁世凯是怎么应对的 那先说定都南京 定都南京 让袁世凯到南京去就职 离开他自己的地盘 去到革命党的地盘 他当然心里面是不愿意的 那革命党呢 就三催四催 催袁世凯到南京来 袁世凯就各种推托 就是不动 那南京政府呢 就成立了一个专使团 派这个专使团到北京 去迎接袁世凯 到南京来就职 专使团是蔡元培带队 团员呢 有宋教人 汪精卫等人 一共八个人 这八个人 在一路上就在那商量 商量得怎么说 才能把袁世凯 给搞到南京去 那到了北京之后 他们就见到袁世凯 见到袁世凯之后呢 没想到 袁世凯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完全没拒绝 那蔡元培他们就很高兴呀 任务完成了 对吧 他们就回专使馆休息 等着出发 那到了当天晚上 突然听到 大街上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然后是老百姓 哭蝶喊娘的声音 磁气鼻腹 北京兵变了 那专使馆附近的枪声 尤其密集 作乱的士兵 都闯进了专使馆 这吓了蔡元培他们 在枪根底下躲了好长时间 然后呢 他们翻枪逃跑 一直跑到了东郊民巷 躲进了六国饭店 到了六国饭店 是洋人的地盘 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那关于这场兵变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戏曲艺术家 叫齐鸥山 齐鸥山写了一本回忆录 这里面就记载了一段 当时的场景 他说哈 北京自从八国联军以后 已经平静了很久了 十多年没发生战乱了 这次老百姓一看到 北洋大兵到处砸店铺抢东西 就乱了套了 一时间库爹喊娘四处奔逃 这个齐鸥山说 当时他刚从外国回来 看到兵变 他倒是没害怕 他穿着西装 站在大街上 看了一晚上热闹 那个作乱的士兵呢 不仅没伤害他 还不断的把抢来的东西 拿过来让他给鉴定一下 一会儿几个大兵 拿着抢来的衣服 问他这是仇子不 他说不是 这是兽医 又过一会儿呢 又几个士兵拿着一堆纸条 问他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碗帘 可以大兵大呼会起 又过了一会儿 另外一群士兵 又拿着抢来的掉皮大褂 过来问他 他说这个值钱 那这些士兵呢 就捧着东西 欢天喜地地走了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 北京兵变 在齐鸥山的眼里 就是这么一幅画面 那很显然 这时候的北京士兵 还没干过这种 抢劫老百姓的事 业务还不太熟练 不像后面军阀时代的大兵 兵变和抢劫 都成家常兵范了 那关于这场兵变 不仅是北京 还一直蔓延到了 通州天津保定 这样一来 袁世凯不能南下的理由 就充分了 他就以北京 还不稳定为理由 拒绝南下 南京政府也就妥协了 那我们说哈 袁世凯搞的这场兵变 确实是达到了 他不用去南京的目的 从当时看起来 他目的达到了 但是从长远看来 他的这种做法 危害性很大 因为定都南京 还是定都北京 这是政治的分歧 政治的分歧 袁世凯不用政治解决 他非得用武力来解决 袁世凯确实哈 他是个武力上的军事强人 他能当上这个大总统 主要靠的也是军事实力 但是我们知道 一般成功的开国郡主 在用武力夺取天下之后 他们都知道 不能用武力来治理天下 你像赵狂印 在春桥兵变之后 他黄袍加身 然后立刻就要杯酒式兵权 为什么要杯酒式兵权呢 他说 我天天睡不着觉呀 我看着我手下的将领 他们都手握兵权 我天天担心他们兵变造反 所以开国君主 怕的就是兵变 在建国之后 他们都想方设法 卸了手下将领的兵权 然后以文制武 袁世凯居然还主动 玩起了兵变的手段 就像袁世凯手下的将领们 都学会了 啊 原来政治是这么玩的 在这以后呢 用武力夺取政权 就成了他们家长兵法了 所以后来军阀的乱战 跟他们这种心态的养成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我们说 袁世凯他要是不想去南京就职 他只要坚持不同意就行呀 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行 那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 革命党要是能有办法 他也不会把总统给让出去了 而且最后 也不是完全因为北京兵变了 就不用他去南方了 兵变只是个理由而已 重要的还是他袁世凯的实力 但是袁世凯呢 他偏偏玩手段 还用了兵变这么危险的手段 那袁世凯用这种手段 他不是一次 后来国会选举的时候 他又让北洋兵和警察一起 包围国会 给这些国会御员们断水断粮 逼着他们把自己选成正式大总统 那袁世凯这些招数呢 他手下的兵头都学会了 在后来北洋军平定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 北洋军的各个军头 就被派到了地方 他们到了地方之后 都成了土皇帝 袁世凯虽然是大总统 也指挥不动他们了 这时候袁世凯才反应过来 说军人不能干政 他开始策划着废除地方的军权 可惜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我们回想起来 当时梁启超 他评价晚清的人物 他评价到袁世凯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说袁世凯是有术无学 梁启超的评价 其实也有点道理 话题说的有点远了 那我们再说回来 说革命党给袁世凯挖了第二个坑 革命党制定的临时约法 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那什么是总统制 什么是内阁制 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当时中国学习西方 学美国学的就是总统制 学法国学的就是内阁制 那总统制就是总统权力大 内阁制就是内阁权力大 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 内阁的首领一般叫总理或者首相 采取内阁制的国家 总统的权力就被限制了 那有的国家 总统甚至变成了虚局 那南京政府刚成立的时候 用内阁制度也有分歧 当时宋教人主张用内阁制 宋中山主张用总统制 那时候宋教人才华横溢 年轻气盛 他想当第一任国务总理 所以呢他主张内阁制 但宋中山不干呀 宋中山说 你们选我当大总统 还要用内阁制 那还要我干什么 宋中山坚持要用总统制 宋教人呢没争过宋中山 最后采取了总统制 但现在呢 宋中山这个大总统 马上就要让给袁世凯了 他反应过来了 这不行呀 那我当总统 得我实权 袁世凯当总统 这个权力 得给他做点限制 革命党呢 就把总统制 又会改回了内阁制 那革命党的讲法 对不对呢 站在他们的立场 肯定是对的呀 因为他们革命党人 认为自己的革命理想 很坚定嘛 那袁世凯的革命理想 坚不坚定 谁也不知道 看起来不坚定的 可能性更大一点 所以呢 他们就得给他限制权力 事实证明 他们也没想错 日后袁世凯 确实开刀车了 但是在当时 袁世凯宣誓 当大总统的时候 他说会谨遵宪法 发扬共和 我们相信 这时候的袁世凯 他应该是真诚的 因为袁世凯的很多幕僚 也跟他说通了 说共和体制 在全世界来看 怎么看 都是最先进的政体 因为现在 既然已经决定了 推翻帝制 改为共和了 咱们就用这个体制 带着中国往前走 那至于袁世凯 知不知道 采用内阁制以后 他的权力会被分走呢 那他应该也知道 但是袁世凯 他有一个信念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无论政体如何解决 总期全操在我 就是袁世凯 我不怕你们玩权术 玩计谋 玩权术 玩计谋 跟我比你们还嫩 只要我当上大总统 什么总统制 内阁制 就都是我说的算了 那不过呢 实事求是的说 袁世凯在一开始 当大总统的时候 他还是遵守宪法的 虽然内阁对他的限制 确实很多 他也在努力的遵守 而且他也根据 临时约法的规定 在十个月内 就召集了国会 开始制定正式宪法 不过在执行的 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矛盾越来越多了 这时候的内阁总理 是唐绍仪 唐绍仪呢 是袁世凯的嫡系 是袁世凯 在朝鲜时候的老班底了 按理来说 他应该跟袁世凯 穿一条裤子 意见一致 一起执政 对不对 但这个时期的 长绍仪 不知道怎么了 他跟革命党人 走了很近 还加入了同盟会 对于袁世凯要做的事情 他很多事情都极力反对 这个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歧 就越来越多了 袁世凯想干什么 都得需要内阁的同意 他的执政 就受到了极大的撤走 而这时候的袁世凯 终于感觉到 权力被分走的痛苦了 这不仅是袁世凯痛苦的问题 就是当时的新政府 在总统和总理之间 什么决策都有分歧 消耗非常大 什么事都落实不了 如果再这么消耗下去 新建的国家 很可能就分裂了 这个时期的中国 正处在一个 重大的历史转型期 中国从2000多年的地质国家 一下子变成了共和国家 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 首先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从皇帝变成了总统 老百姓都不太适应 老百姓不知道 没有皇帝的日子该怎么过 皇帝没了 共和了 那共和是什么 总统又是什么 没人能说明白 而且由于没有了皇帝 传统的伦理刚常都乱了 不用向皇帝效忠了 那应该向谁效忠呢 还要不要效忠呢 这些都是当时的问题 袁世凯呢 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因为这个时候 有很多信奉旧的 道德信仰的人 他们把袁世凯当成操操 他们认为 袁世凯既然是清朝的臣子 在清朝危难的时候 他就应该辅助清朝 而不是他自己当大总统 他们认为 袁世凯是一种背叛 有这种想法的人呢 还不少 不仅是满人的一老一少 连北洋军内部都有 比如说张勋 冯玉祥在后来回忆的时候 他说 他当时他在北洋军内部 也听到很多士兵 在背地里面 骂袁世凯是曹操 那袁世凯呢 他就必须想办法 来安抚这样一批人 那还有呢 因为政权的转换 地方上有很多乱民 趁机闹市 社会也很不稳定 新的社会秩序 还没有建设起来 除了这些 还有更严重的是 边疆的稳定性出现了问题 蒙古 新疆 西藏 这些地方 他们跟中原的联系 是建立在和满清皇帝 个人的联系之上的 一旦满清皇帝没有了 这些地方就出现了分离危机 尤其是这些地方 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西藏有英国 外盟有俄国 这两个地方手心不稳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等待解决 而且急需解决 而袁世凯的政令呢 又处处都受到撤手 他也是强雅的怒火 这都让我们想起来了哈 当时宋教人 要实行内阁制的时候 孙中山说 你们让我当大总统 又实行内阁制 那要我这个总统干什么 现在的袁世凯 应该是应了孙中山 当时说的话了吧 让他袁世凯当大总统 又实行内阁制 那要我这个总统干什么 中国从一个帝制的国家 一下子变强的共和体制 确实跨度有点大 而且又偏偏采用了内阁制 分散了总统的权力 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 制衡权力的体系 现在呢 却变强了行政消流的负担 那袁世凯就开始 想办法授权了 他要动用自己的手段 这时候刚好迎来了 第一次国会的选举 那第一次国会的目的呢 就是要制定正式的宪法 并且选出正式大总统 关于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 袁世凯他没有操控 这时候他可能也没太懂明白 这个选举是怎么玩的 那各省议员的选举呢 说起来也是比糊涂账 因为这时候大多数人 都还不懂选举意味着什么 一人一票的选举 在西方是民主思想的核心内容 但是选举这个词 在中国的词汇里面 是选拔官员的意思 中国的选举制度 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 选择优秀的人才去当官 这跟西方的选举一年一票 代表自己的政治权利 完全是两回事 那这个中西概念的混淆 就使得大家都很糊涂 不知道该怎么选 当时也不是全民都有投票资格 有资格投票的人 差不多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吧 这个投票的过程 是由地方的士绅负责操办的 可是大多数的士绅呢 也不知道共和体制是什么 更不清楚国会是怎么一回事 那他们怎么选呢 他们就倾向于把那个票 都投给了比他们更懂的人 比他们懂的就是革命党呀 他们认为 我们不懂 你们革命党肯定懂呀 因为是你们建立的共和体制嘛 所以呢 他们就把票都投给了革命党人 所以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 国民党就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对了哈 这时候宋教人已经把同盟会 该组成了国民党 而且吸纳了很多的小党派 新成立的国民党 孙中山和宋教人不合 孙中山挂了个虚写 宋教人是国民党实际的党魁 那国民党赢得了国会的选举 按理来说 宋教人就会成为新的内阁总理 宋教人这时候是智德义玛呀 到处宣讲 说要推行完全的内阁制 宋教人的主张是议会政党 责任内阁 他认为这才是最佳的政治制度 按照宋教人的政治主张 他就会完全架空袁世凯这个总统的权力 袁世凯就会变成虚局 那袁世凯当然不能任由他发展下去 他就要采取行动了 1913年3月20日 准备去北京参加议会的宋教人 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不至身亡 宋教人案是民国第一一案 刺杀他的凶手很快就抓到了 指使者也很快找到了 但是幕后的黑手却是个谜 重拙纷纭 研究宋案的人很多 各种说法也很多 最早的声音都认为是袁世凯干的 因为他最有杀人动机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 说要是袁世凯干的 这也太明显了 因为是袁世凯发的电报 催促宋教人到北京来开会 那要是宋教人再去北京的路上 袁世凯派人刺杀 这也太明显了 所以呢就有人说 有可能是别人趁机嫁祸 那有杀人动机的呢 还有国民党的陈其美 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现在激化很严重 有人就认为是陈其美杀的宋教人 那后来哈 有学者经过严密的考证 说是袁世凯的手下 猜测他的意思 想讨好他 直接就动手杀了 袁世凯并不知情 反正各种说话很多吧 不管怎么样 在后世看来 还是袁世凯的嫌疑性最大 因为就算他没明确的 指示他手下下手 他也脱不了干系 那国民党的党魁被杀 就引起了渲染大波 国民党人非常悲愤 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满 尤其这个时候 袁世凯正在跟西方列强 签订善后大接管 国民党也强烈反对 这两件事合到一起 孙中山就发动了战争 讨伐袁世凯 这次讨伐被称为二次革命 当时国民党人 虽然非常悲愤 但是他们也不全是想 通过战争来解决 他们内部也不一致 黄青就主张 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但孙中山不同意 他没那个耐心等待法律 孙中山坚持 南方各城起兵 讨伐袁世凯 我们看这时候的孙中山 有可能真的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他也没太看清形势 他可能想 即使打不过 至少也能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的形势 再回到南北对立 可实际的情况是 战争一发动 国内大部分力量都是支持袁世凯的 李渊宏首先战队 表态支持袁世凯 那即使国民党内部的军队 他也不团结 抵抗也不积极 结果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很快两个多月就失败了 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 就当时辛亥革命刚成功的时候 孙中山从国外回到国内 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 叫莫里徐他就说过 他说 我认为孙中山不能当中华民国总统 因为他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这个英国记者说的话 他对孙中山的评价 还是有些道理的 孙中山确实对国内的形势了解不够 袁世凯评定了国民党发动的战争以后 政治上的敌人算是搞定了 那这时候的国会 虽然国民党的议员还是占着多数 但是对他呢 已经没什么威胁了 国会就开始选举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还是有点不放心 他就派出一些军警组成的公民团 去包围国会 就威胁这些议员们 说你们要是不选出公民心目中的大总统 就不准走 而且给议员们断水断粮 其实这时候形势已经很明显了 议员们应该也都会选袁世凯 但是他这么一操作 反而引起了很多议员的反感 本来一轮投票就能投出来的 最后投了三轮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还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 袁世凯当选了正式大总统 他当正式大总统之后 选举一结束 袁世凯就下令解散了国民党 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 那国民党议员就被赶走了 因为国民党议员占的是国会的多数 现在他们一走 那国会的投票就无法构成法定人数 国会就废掉了 那袁世凯也不搞国会了 他组建了一个政治会议来替代国会 那这个政治会议呢 就按照袁世凯的新意出台了新约法 新约法是中华民国约法 这个新约法可以说是极度的扩大了 袁世凯的权力 总结起来就两点 第一 内阁制变成总统制 总统可以决定一切事情 不再受什么机构的约束 第二 总统任期十年 可以无限连任 那我们知道哈 中国学习西方 从地制改为共和制 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宪法 来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这个限制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国会啊内阁 来限制总统的行政权 另一方面呢 是限制总统的执政年限 总统的执政年限 一般在西方来说都是五年一任 最多连任一次 也就是做个十年 那袁世凯的这个新约法 对他其实已经没什么限制了 他这个总统可以一直连任 一直做到他死 可以说哈 除了他儿子不能继承以外 其他方面 他这个总统跟皇帝也没什么区别了 那袁世凯完全实现了专权 从实际上来说 他已经是一个独裁者了 到此为止 革命党给袁世凯挖了两个坑 他都已经搬回来了 同时呢 共和政体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事 那革命党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制定了内阁制 确实起到了分权的效果 袁世凯一开始也认了 又来适应这个先进的制度 但是执行起来呢 确实处处受到掣肘 这种制度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效率 这导致他什么事都办不成 那袁世凯在对这种分权的制度 有了切腹之痛之后 他就想搬回来 搬回到专权 回到独裁 但是呢我们说 政治呢 它不是烙饼 一面不对 回到另一面就对了吗 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地质国家 一下子走到的共和 步子是大了点 就好比你做了一锅夹生饭 但是夹生饭 你是没有办法夹水把它重煮的 做了夹生饭 你咬着牙也得吃下去了 再难也走不了回头路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很多人都说呀 袁世凯一生走得都很稳 他在推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 做了很多贡献 而且他能用不流血的方式 使满清皇帝退位 他本来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 但是就是因为最后的称帝 使他毁于一旦 有很多人把袁世凯称帝 都归结为心理问题 说他是因为个人欲望的膨胀 当大总统还不够 一定要当皇帝 还有人说 他是被他的儿子袁克定 还有他的谋士杨渡等人 给吹捧得太高了 最后要成帝 那是不是因为心理问题呢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 好几期袁世凯的故事了 从他在朝鲜时期开始 一直到小战联兵 戊戌变法 更祖国变 辛亥革命 那在袁世凯人生的脉络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非常看重权力 但是他要的不是虚名 他是个要实际利益的人 他也是要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所以说他是因为个人膨胀了 想当把过皇帝的瘾 这不太符合他的性格 我们认为 他一定是为了要解决某个问题 才会选择去当皇帝 那他到底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还得回到民国初年 那个时代背景里面 来寻找答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袁世凯为什么要成帝 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他现实采用了革命党 涉及的内阁制政府 但是由于总统和内阁政见不一致 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内耗 导致无法有效地进行决策 那总统和内阁 就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力 在首次国会议员选举中 国民党赢得了选举 国民党的党魁是宋教人 宋教人即将出任新的内阁总理 宋教人想要实行完全的内阁制 架空总统的权力 之后就出现了宋教人被暗杀的事件 然后孙中山就发动了二次革命 袁世凯迅速地平定了二次革命 清除了国民党的力量 随后他就取消了国会 制定了新的约法 根据新约法 袁世凯的权力没有任何机构可以约束了 而且他可以无限期连任 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专权 那在他实现了专权之后 袁世凯的执政效果怎么样呢 从结果上来看 他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 先从内政的方面来看 在工业方面 袁世凯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从1912年到1914年 这三年的期间 中国新开的民族企业工厂就有4000多家 那比如说面坟厂 火柴厂 卷天厂 造纸厂等等 还有采煤野炼等企业 那在农业方面呢 袁世凯新办农业教育 创设农业基金 推广农业新技术 那在财政金融方面 袁世凯整顿税收 开办银行 改革币制 他发行的袁大头 甚至在他死了之后 都一直是最受民间喜欢的货币 那通过袁世凯的治理呢 到了民国三年的时候 中央财政居然达到了收支平衡 大家要知道哈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中央政府是要靠借钱过日子的 而且就是因为 袁世凯政府要做善后大借款 他才和国民党加大了矛盾 现在居然能达到收支平衡了 而且还有部分盈语 可以说在袁世凯专政之后 他内政的效果还不错 在外交方面呢 首先要应对的是英国对西藏 俄国对蒙古的分裂 先说西藏 在民国初年 英国人武装护送达赖回到西藏 英国人复制达赖 执掌了西藏的政权 达赖派西藏的僧军扰乱四川 一时间四川境内风言四起 袁世凯知道 西藏的问题根源在英国 他派遣使者开始跟英国谈判 谈判的地点在印度的西莫拉城 这次谈判就被称为西莫拉会议 在这次的会议中 英国的设想是把西藏分裂成内藏和外藏 外藏就是现在的西藏全境 内藏是深入四川 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区 英国的要求是外藏完全独立 然后逐步的并入印度 内藏由中国政府统治 他们还划分出了一条分界线 叫麦克马红线 袁世凯政府坚决反对 会议谈判从1913年10月 一直谈到了1914年7月 最后由于欧洲一战的爆发 会议谈判终止 英国对西藏的分裂也无疾而终了 在蒙古方面 俄国也趁机入旗 说不许中国在蒙古驻兵 清朝原来在蒙古的统治权 全部都要由俄国来代替 那俄国就策动外蒙古独立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举国震惊 袁世凯先是派陆征祥 去跟俄国人谈判 第一轮谈判的结果 大家都不满意 陆征祥辞职 袁世凯又派孙宝齐去谈判 谈判的过程也很艰难 但是民国政府还是坚守住的底线 一直拖到了1915年 俄国终于承认了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 1915年6月7日 中国和俄国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盟协约 这个条约能够签订 也是得益于一战的爆发 我们说好 在民国初年 袁世凯政府能够守住 西藏和蒙古非常不容易 俄国威胁袁世凯政府 说如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他们就不承认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的民国政府如果不被列强所承认 就贷不到款 如果贷不到款 政府就面临着瘫痪的危机 但是袁世凯政府最后还是坚持住了 一直坚持到了一战的爆发 英国和俄国都无暇顾及中国 才保住了这两块乡土 那这两次民国政府的谈判 有坚持的成分在 也有幸运的成分在 这时候的民国政府 外交刚刚平静 内政也有了新进展 但是在地方上 国内还是很混乱的 尤其是在平定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以后 又来了一个白狼起义 袁世凯政府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来平定白狼起义 那外面的世界呢 也没有给中国更多休养生息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虽然拖住了英国和俄国对中国的分裂 但是给了日本机会 一战是在欧洲打的 当时日本也参战了 只不过日本只打了一仗 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 这时候青岛的德军没有多少力量 日本打了两个多月 就把德军打炮了 中国对此毫无办法 就像当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打日本战争一样 袁世凯政府给日本和德国划出了交战区 中国保持中立 要求日军不得进犯 在战前 德国有意向把青岛归还中国 但是日本不允许 日本不仅强占了青岛 他们还要趁这个欧洲正在打仗的机会独占中国 日本的驻华公使日之义带来了21条 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 这个21条 每条都非常不友好 日本的胃口非常大 简单说几条重点的 第一要求中国承认 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 第二要求中国承认 日本在南马和东内蒙的一切路权和矿权 并且日本人可以无限制的移民 第三延长旅顺大连的苏期到99年 第四要求中国承认 所有中国沿海的港湾和岛屿 不准租借给别的国家 第五要求中国必须拼容日本人 充当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 而且在某些时刻 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判断 这里面的第五条最为严重 基本上就是把中国当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按照袁世凯的话说 就是日本以朝鲜事务 日之役把21条拿给袁世凯 他对袁世凯微逼利诱 说如果袁世凯答应 就帮助他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 如果不答应 他们就会资助革命党 让他们返回内地 把中国搞乱 袁世凯看到之后非常愤怒 同时他也很惊慌 袁世凯立刻找来各部长商量对策 那时候陆军总长是段祺瑞 段祺瑞非常愤怒 主张和日本开打 袁世凯问段祺瑞 要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坚持多少时间 段祺瑞想了想 说估计三个月吧 袁世凯说 这也不是上策呀 还是先谈吧 于是他就让外长陆正强去谈 基本策略就是跟日本人拖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 日本人曾经警告陆仲祥 说这次谈判都是机密 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尤其不能告诉给别的国家 日本想趁着欧洲战争的机会独吞中国 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 但是中国代表是一边谈 一边把谈判的细节 都告诉了美英等各国公使了 中国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这个时期的西方列强 对中国实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 也就是利益均展 谁也别想独吞 那现在日本想独吞中国 西方各国的公使和舆论 就开始逐渐给日本压力 那在这种压力下 中国的政府是什么政策呢 顾维军在回忆的时候说到 说陆正强当时台判 就采取一个字 拖 陆正强在每次会议之前 都是请坐喝茶 就要喝掉几十分钟 把日本人给急得半死 他还把会议的周期减少 说公务实在繁忙 每周只能开一次会 在开会的时候 他把会议的程序还拖长 21条要一条一条的慢慢研究 那21条的角色 陆正强这么一拖 他就给拖了四个月 日本人在无奈之下 只好自动的把要求的条件减少 以加快谈判的速度 但是陆正强还是在拖 他继续的请坐 喝茶 研究 讨价还价 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 给中国下的最后通牒 民国政府没法再拖了 最后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 最后签订的中日新约里面 跟最初的21条相比 首先把危害最大的第5条给拿掉了 其他的很多条款也拒绝了 袁世凯政府可以说是 尽了非常大的努力了 但虽然是尽力了 这部新约依然是一部 丧权辱国的条约 后来很多骂袁世凯卖国的人 大多数都是说21条的事 说袁世凯同日卖国 其实21条可以说是辱国 但是谈不上卖国 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并没有卖国 也谈不上说袁世凯同日 其实袁世凯在外交上 一直都是亲近英美不亲日的 他非常讨厌日本 他跟日本人也有夙愿 日本也一直把袁世凯看作眼中钉 因为日本在侵略朝鲜的时候 面临中国的对手就是袁世凯 在几次的冲突中 日本都没能占到便宜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 日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 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 在日本人眼里 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 如果让袁世凯当上大总统 会成为日本在中国扩张的障碍 所以在一开始选总统的时候 日本就曾经在中国鼓吹 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 袁世凯凭什么做共和的总统 袁世凯是清朝的臣子 日本实际上是不想让袁世凯当总统 在21条的交涉当中 袁世凯最后签订了丧权儒国的条约 但是他也没让日本侵占更多的领土 可以这么说 日本人已经占领的 袁世凯被迫承认了 日本人还没占领的 袁世凯也寸土必争了 在条约签订之后 袁世凯还是很愤恨 袁世凯跟在北京所有的高级官员说 这次条约的签订是中国的七十大辱 我们要卧薪尝党奋发图强 十年之后再跟日本人算账 5月9号被袁世凯定为了国持日 但是不管袁世凯怎么说 签订了这个条约之后 他的声望大跌 袁世凯的声望在下降之后 他越来越控制不住地方军阀了 而且由于媒体的报道 他在老百姓眼中的声望也下降了 这时候中国西南的军阀 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而且当时镇压二次革命的时候 被派出去的北洋军的将领 也有了自己的地盘 他们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 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 一些地方的老百姓 自从没有了皇帝 就开始了抗军抗税 老百姓其实不太把大总统当回事 在他们那儿 没了皇帝就意味着没了王法 袁世凯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挽回局面 重新树立违信 重新建立合法性 那怎么能够快速的树立违望呢 这时候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 说干脆称帝吧 称帝可以很快的树立权威 老百姓也更适应有皇帝的日子 那从客观上来讲 袁世凯成帝 是他和他的幕僚班子 为了重新树立权威 为了重新建立合法性的一次尝试 当时的社会 老百姓对民国的时间并不满意 老百姓不仅生活没有改善 治安还更猛乱了 很多人趁机作乱 还有在南方 一开始革命党政府 强迫老百姓捡辫子放小脚 这些对老百姓的骚扰 比他们能得到的实惠要多 所以民间对共和并不太喜欢 连民国政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 都发表了意见 说共和制度并不适应于中国 这时候 提倡君主立宪的声音就冒出来了 袁世凯的幕僚杨渡 写了一篇巨著 《君县救国论》 这篇文章严密地论述了 中国最适合的政体 应该是君主立宪制 他说只有君主立宪 才能拯救当下的中国 还有美国的顾问古德诺 也写了一篇 《共和与君主论》 古德诺讲的也是 民国初年的中国 应该比较适合君主立宪 这样理论基础就有了 就差行动了 行动力最强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 另一个是杨渡 袁克定很好理解 他比袁世凯还希望的成帝 因为如果袁世凯当成皇帝了 他就是皇太子 可以接班 杨渡在这个时候 他是忠诚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他真心的认为 君主立宪是最适合中国的体制 那杨渡就组建了筹安会 正式开始了恢复地制的运动 筹安会首先利用舆论 利用民间对民国初年 不满意的这种现象 操控民意 搞出了各种情愿团 什么将军情愿团 商会情愿团 教育情愿团等等 甚至还出现了什么 乞丐情愿团 妓女情愿团 这些请愿团就一个声音 就是请求袁世凯速速登机 恢复地制 那全国的媒体 对袁世凯要恢复地制 也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 只有一个顺天时报 有反对的声音 袁克定就给他爸 做了一版定制的顺天时报 让袁世凯看不到反对的声音 这种民间对民国不满的情绪 经过筹安会的操控以后 变成了一种荒唐的风气 袁世凯看到的现象是 对于恢复地制社会的各个层面 举国一致的拥戴 我们说哈 老百姓被操控还可以理解 这里面的蹊跷就在于将军请愿团 将军请愿团是各地的军阀联合请愿 将军请愿团里面 第一个签名的就是云南的蔡厄 然后奉田的段志桂 山西的延西山 广西的陆永廷 一共20个省的渡军都在名单里面 我们知道 在袁世凯宣布称帝之后 蔡厄是第一个跳出来打起护国打起的 后来其他所有在名单上的军阀 也都一个个反了 那这个时候 他们都参加情愿团 是什么目的呢 我们只能说 这个时候他们是要加速 袁世凯称帝的进程 然后要推倒袁世凯 他们为什么要推倒袁世凯呢 在四年前袁世凯不是他们公认的 最有资格当大总统的人吗 因为现在形势不一样了 袁世凯在消翻 从辛亥革命以后 各地实际上都是军阀党政 那这些军阀里面 有革命党出身的 有地方帮会出身的 也有晚清新军将领的 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之后 地方上其实也是这些军阀所得算 在北方 袁世凯能控制的力量还多一些 那南方的那些军阀 他们在地方上的控制权是很强的 那袁世凯的政府 可以说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政府 在袁世凯平定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以后 他也顺理成章地把国民党的地盘都接手了 这看起来是他拿到了国民党的地盘 但实际上是把弱反换成了强反 袁世凯派出去打国民党的将领 像龙继光张勋李纯 甚至他最得力的大将封国章 他们在占领了国民党的地盘之后 都不太听话了 所以在二次革命以后 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 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遍地诸侯的局面 那些过去对他言听计从的北洋将领 现在都变成了交兵汉将 他们不仅不听政令 甚至连上解税款都不积极了 所以我们看到袁世凯发起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什么费都督 虚省社道 文官政治 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 都是在冲着地方军阀去的 其实他就是在消翻 袁世凯甚至把菜鳄都叫到了北京来 想困住菜鳄 然而这种中央政府收回权力的措施 在实行的时候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推行很艰难 中央政府越这样做 地方军阀反抗越强烈 在这个时候 袁世凯想起来了 当年清朝的时候 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的大臣 被宰封的一纸诏书 就给罢官回家了 这都是因为有皇帝的权威才能做到 所以当杨渡他们鼓吹 让他称帝说能增加权威的时候 他也就听进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袁世凯称帝实际上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里面 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 更是一种可以重新树立政治权威的架构 是一种运行了两千多年的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 而且袁世凯要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他想有了皇帝之后就有了权威 再实行宪政 也许真的会像古德诺说的 这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 可是他忘了 当年清朝的宰封集团 也已经在推行君主立宪了 但就是因为太急于中央集权了 才导致地方割据清朝灭亡 我们说历史是个轮回 袁世凯是因为宰封的集权 导致地方割据 他才有了当大总统的机会 四年之后 他自己也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道路 袁世凯要集权 要孝凡 地方军阀当然看出来了 地方军阀不能坐等着 袁世凯把他们削掉 但是他们又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来反抗袁世凯 这时候袁世凯居然要恢复地质 他们当然要顺水推舟 推袁世凯一把 所以他们会在请愿书上签名 请袁世凯速称帝 当袁世凯真的宣布称帝的时候 他们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反叛的 合理合法的借口 所以蔡厄一起兵 举起讨伐袁世凯大旗的时候 一个个在上面签名的军阀 就都起来响应了 但是真正要了袁世凯命的 不是蔡厄 蔡厄就那三前军队 还缺枪少炮的 能有多大力量 真正要了袁世凯命的 是袁世凯北洋的嫡妻将领 当时袁世凯指使北洋的将领 评判的时候 北洋的嫡妻 段祺瑞直接拒绝出兵 冯国章更狠 冯国章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山西 四省渡君发表密电 他说请护国军立刻取消独立 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地址 以安人心 就连一向听话的曹昆 率军去评判的时候 明明都已经占据优势了 他也休兵不战 如果说其他地方军阀闹独立 跟袁世凯抗衡可以理解 那北洋系的将领 为什么也跟袁世凯作对呢 从请愿书里面也能看出来 请愿书里面有各省的渡军 唯独没有北洋系的 因为北洋系的将领 是最不想让袁世凯成帝的 袁世凯当大总统 他们这些北洋系的将领 是最有优势的 袁世凯在位的时候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 当袁世凯信任之后 他们还有能当大总统的机会 但是如果袁世凯称帝了 继承者就是他儿子 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且不光是权力的问题 他们的思想现在也已经转变了 他们不可能说 我效忠你袁世凯 当你死之后 我再心甘情愿地去效忠你儿子 所以当各地的军阀 讨伐袁世凯的时候 他们也不能再帮着袁世凯了 甚至他们后来还加入了 讨伐的队伍 因为不加入 他们就变成支持袁世凯称帝了 那在新的秩序里面 他们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所以尽管袁世凯在 为恢复地制准备的阶段 没有看到多少反对的力量 但是反对的力量 一直都是存在的 只是袁世凯被一些表面的现象 所蒙蔽了 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 他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 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了 即使看到了 他可能也倾向于选择视而不见 但是也不是说 他没听到反对的声音 当时就有一个人 提醒了袁世凯 袁世凯有一个好朋友 叫严修 这个严修是个世外高人 而且品格高尚 当年袁世凯被宰风赶走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敢给他送行 只有严修和杨渡赶来 而且严修在送完袁世凯回来 还起草了一个奏折 言辞激烈地表达了 自己对清廷罢免袁世凯的抗议 然后他自己也死管走了 一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的时候 袁世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修 袁世凯请他出来当官 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了他 严修却不来 袁世凯再散邀请 严修都说不想当官了 他只想在民间办教育 但是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时候 严修来了 严修明确地告诉袁世凯 不要称帝 可这个时候 袁世凯已经听不进去了 严修后来回忆说 最开始他还能看到袁世凯 后来基本上就见不到他了 最后的袁世凯 已经被帝制的权威所迷惑了 也被社会上所谓的 对民国反感的民意所迷惑了 但是他忘记了 帝制的权威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军阀们 他们更相信进化论 他们相信共和比军县要好 军县比帝制要好 当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时候 军阀们除了自身的利益 在意识形态上 他们也不能同意了 而且袁世凯最依赖的军事实力 他的北洋将领们也已经不听他的了 就是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些武将了 袁世凯才想成帝树立权威 没想到成帝是最坏的方案 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因病去世 享年57岁 我们说 袁世凯是近代历史上 挨骂最多的从事者 清朝的一老于少骂他 骂他不忠不义 康有为 梁启超骂他 骂他背叛违心 孙中山和他后面的国民党也骂他 骂他背叛共和 甚至连他培养的北洋将领们也都骂他 因为不骂他 他们就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虽然说最近这些年 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了一些 也有说的好的了 那我们说 袁世凯的黑 虽然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们 给他抹的比较多 但是呢跟他自己也有关系 或者说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不是说他没有成功的做上皇帝 而是说他作为中国历史转型期的中心人物 没有完成这个转型 没有完成历史的使命 虽然客观的说 从清末到明初 袁世凯被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 从军事改革到教育改革到行政改革 确实做了很多 可是偏偏在转型最关键的环节 他选择的是称帝 最后身败名裂 那我们也不禁去想 在当时的环境下 在他同时代的人物里面 又有谁能做得更好呢 那关于袁世凯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您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